第461章玉强则逃 纪白衣的身影渐渐模糊起来 水中只见到一团璀璨的光 玉龙道人缓缓闭上眼睛 只用灵爵去感受纪白衣的福 几百年的那场碧蓝大战 突然浮上他的心头 那时候他还没有领悟人见福 而纪白衣就是凭借着天见福 横扫几大派的高手 奠定了自己的墓地美名 数百年过去 无论是他还是纪白衣都进步极大 所以月龙道人的感觉 比起上次更加清晰 好似心灵上被逝去了一层尘埃一样 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浮现在镜中 纪白衣仿佛成了一把剑 一把从亘古以来 就存在于天地之间 冷冰冰的悬于众生头顶 等待时机落下的开封之剑 月龙道人心中为叹 他在感觉不到纪白衣有任何情感存在 天见福中蕴含的无情意境 与他的人剑符中蕴含的至情意境 截然相反 无情的如同高高在上的虚幻天道 或许只有纪白衣这样的心境 才能领悟天剑符 剑锋未落 以示剑气如潮 狂笑着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一路扫过 气泡纷纷破碎 乍响连连 雪池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里 红山红莲兄妹二人目光闪动 心中突然产生异样的感觉 似乎算漏了石磨 看到狂卷而来的剑气 二人立刻运转元气 释放出一层血红色的气罩 护住自己的身体 在整个世界没有崩碎之前 二人还不能轻易死去 痴痴 无数点火星 在水中爆闪出来 又瞬间熄灭 剑芒有如实质 刮出一片令人牙齿酸冷的声音 红山红莲脸脸色一骇 凝目看去 星红的目光仿佛穿越遥远的亿万空间一样 落在纪白衣身上 纪白衣若有所查 猛然转头 瞥了二人一眼 目中没有任何情感 仿佛俯视众生的君王 红山骇然道 不妙 红莲 速度再快一点 二人疯狂运转元气 雪池很快如同主飞一般 气泡蒸腾 爆炸开的元气 一浪高过一浪 向着纪白衣和月龙道人的方向袭来 蜀席之后 纪白衣的气势终止顶峰 双目陡然一睁 大鹤道 开 剑峰落下 山河变色 雪白色的剑光 在雪池世界之中 铺天该地般弥漫开来 碎 碎 碎 红山红莲的血红气罩犹如果指 瞬间破灭 二人发出一声凄厉之极的哀嚎 被无边剑气碾成肉泥 偌大的血池世界 如同鼓掌到了极点的气球一般 剑芒扫过 直接崩碎 花 血水朝着某个方向 狂涌而去 月龙道人陡然睁开双目 招呼纪白衣向着那处掠去 片刻之后 二人就出了雪池世界 来到一个不大的地洞之中 月龙道人浮出水面 目光扫了一圈 突然微微一笑 纪白衣这一记天剑符 竟然直接斩通到了他和鬼 例行打斗的那个洞穴之中 纪白衣换上了一身干净的雪白衣服 才问道 我们到了哪里了 月龙道人直接道 跟我来 我知道路 孤星那个家伙 见到这么大变故 只怕要吓傻了 二人一前一后 向着池塘的方向 再次掠去 不一会的功夫 就见到孤星瘦瘦高高的身影 正站在池塘边上观看 察觉到身后的风声 孤星猛然转身 面色凝重之极 见世纪白衣二人 明显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道 二位道兄怎么从后面出来了 月龙道人哈哈 他笑道 叫道友担心了 那两个对手有些难缠 师兄这一次费了不少手脚 才把他们解决 弄出来的动静也有些大 二人掠到池边往下看去 只见池中血水 已经袭下去了四五十丈深 深处漆黑一片 如同一口半干的水井 在察觉不到任何危险的气息 孤星点头道 水下果然还埋伏着另外一个家伙 幸好二位道友神通广大 换成是我 只怕要把命丢在下面了 季白衣看了一眼他衣衫破碎 血迹斑斑的胸口 淡淡道 孤星你的伤势如何 孤星皱了皱眉头 信信道 说来惭愧 小弟输给了那个妖女 若非月龙道兄及时赶到 我已经死在这里了 我的肉身破损得相当厉害 需要尽快找个安全地方 闭关疗伤 灭杀那个老怪的事情 就只能请二位道兄多费心了 季白衣似乎仍沉浸在天剑服的意境当中 唯唯点了点头 取出一个除雾带道 既然如此 道友就先回去和钟离师弟他们会合吧 这里交给我们就可以 这个袋子里 就是人面血之 冷百魂精通毒道 道友不妨交给他研究一下吧 孤星应声结果 月龙道人道 道友路上小心 孤星捧了拱手 往来路略去 身法速度 比起之前 仅止慢了一筹 既白衣看着他渐渐没入黑暗中的身影 沉吟了片刻 有些疑惑道 孤星这的家伙 不会是因为害怕被那的老怪杀了 诈伤逃跑了吧 月龙道人笑道 我检查过了 伤势是真 确实颇重 不过是不是提前察觉到我到来 故意迈个破绽 矮了那一计 就很难说了 这个老狐狸心计深沉 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季白衣摇头道 他再来的时候 恐怕就盘算着这一手了 难怪肯冒险和我们下来 原来早就打好了半路盾回去的主意 月龙道人道 他回去也好 此人老坚俱滑 心计复杂 我对他始终有些不太放心 季白目光冷峻异常 点了点头道 每逢欲强则逃 早晚会把自己的胆气丧尽了 这样的心性是不可能上窥大道的 孤星的道徒已经到此为止 原因后期是他能够达到的极限了 月龙道人道 不管他了 师兄似乎也受了点伤 是否需要先恢复一下 季白衣摇了摇头 面容严肃道 不必了 我被红山红莲那对兄妹 辽波的战役正胜 只想再找个好对手 痛痛快快打上一场 月龙道人欣然点头 二人继续往下探去 第462章 离尘之上 地洞中光线越来越暗 四周的黑暗气息 仿佛能把光线吞噬下去 即使是月龙道人 换了一块更大的火石 也仅能照亮身外七八丈远的地方 差到越来越多 二人已经不知道该走哪一条 只能凭着心中的感觉向下摸索 实在不行 最后只能强行轰出一条 通往最深处的通道 季白衣突然停住脚步 脸色有些古怪 四周扫了一圈 伸手向洞壁摸去 触手冰凉无比 阴森的寒气从指尖直透骨髓 有时么发现 月龙道人也停下脚步 转过头来 轻声问了一句 苍劲的声音在静谧的地洞中 久久回荡 季白衣道 从刚才开始 我的灵觉就察觉到 被人偷窥的感觉 好像有某种阴邪之物 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 月龙道人走到他身边 朝紫黑色的泥壁看了看 皱眉道 这些墙壁 应该是长期经历过血水的洗刷 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们距离那德老怪的栖身之地 已经不远了 季白衣微微点头 朝着月龙道人看了一眼 目中金光一闪 莫然伸出一掌急去 静气狂涌 月龙道人面色不变 一动不动 这一掌从他的耳边发商略过 直奔月龙道人身后的通道上方而去 哼 泥土洒落 有吱吱的尖叫之声响声 月龙道人猛然转身 杨碧挥出 右手心中亮起一团白光 巨大的吸附之力在掌心传来 吱吱吱声 更加刺耳吵闹 仿佛竭力挣扎却又无从逃脱 搜 一声轻响 月龙道人的手心里 突然吸来一团不断跃动的 粘稠血液样的怪物 此怪物只有半寸大小 有手有脚 形似人身 单瘦如柴 一对三角形的眼睛里 射出狠毒凶利的光芒 双脚跳个不停 口中更发出怪叫之声 但无论他怎么挣扎 均逃不出月龙道人的掌心 他的实力只有逐机起左右 但因为洞中黑暗 二人又没有展开神势 而他的个头极小 动作谨小甚为 一直被忽略了过去 纪白衣冷然道 你也是那个怪物的爪牙吗 凭这样的实力 也敢跟踪我们 血色小怪冷哼了一声 声音异常艰细地咆哮道 放开我 我不过是来给你们带路的而已 老祖担心你们两个蠢货走错了路 他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你们早晚也要被老祖吞噬 成为我的同类 既白衣神是如电 从目中射出 往血色小怪的意识海中探去 想从他的记忆里 寻到更多的资讯 但刚刚透进他的血液之身 此怪就轰然燃烧起来 如同地狱中生起的黑色火焰 将他完全包裹 老祖救我 血色小怪尖叫了树席 就化为黑灰 显然 他的身体里早就被种下了隔绝搜魂的静置 一旦受到搜魂攻击 就会自然而亡 月龙道人翻手洒落灰尘 派了拍手掌 神色有些担忧到 这个老怪的手段 曾出不穷 像这样创造出古怪生灵的手段 我听都没听过 甚至想都不敢想 我自问也算月变点集 足迹也走过了极多地方 但关于那些黎晨修士的传说里 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本事 纪白衣沉吟了片刻 眼中突然显出一丝骇然之色 师生道 师弟 恐怕叶白还是看走眼了 月龙道人一愣道 师兄此话何意 纪白衣道 这个老怪未受伤前的实力 或许不止黎晨 不止黎晨 便是黎晨之上 月龙道人脑中 像是闪过一道晴天霹雳 满眼震惊之色 似乎有些魂不守舍 难难道 黎晨之上 那是什么境界 既白衣一脸无奈与茫然 也没有任何答案 在穷天大陆 就连黎晨修士 都早已成为传说 更不要谈黎晨之上了 事实上 既白衣心底 也对自己的这个推测 感到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 阴冷入骨的气息 从通道下方飞速蔓延过来 哈哈哈哈 只要听过一次 就绝难忘掉的苍老阴森 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之声 从二人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传来 你们两个小辈真的很聪明 让我来告诉你们 离晨之上的境界 叫做星空境 修到这一步 可说真正摆脱了寿源的烦恼 成为长生不老的存在 但要达到这一步 千难万难 你们两个小辈 若是肯效忠于我 老祖或许可以指点你们一二 星空境不敢保证 但离晨却是首到勤来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 眼中闪过无数复杂的神采 除了大开眼界之外 璀璨老祖舍下的诱惑 也足够令所有修士疯狂 沉默了片刻 二人同时摇头 相视大笑 月龙道人油然道 阁下的条件 的确很诱人 但在下自由自在惯了 不习惯做别人的门下走狗 既白衣更是贱眉异扬 无懈道 前人能修道 我既白衣也能修道 何必你来施舍 半天没有人回答 许久之后 璀璨老祖的声音才悠悠传来 你们两个 在我生平所见的修士当中 无论心性资质 都可算卓绝 给你们足够的时间 或许真的可能做到 即使是现在 你们也有资格来到我的面前了 但是如果你们以为 凭那两张意境之符 就可以杀了我 那就大错特错了 阴冷气息 如潮退去 到了这两一步 两方之间 再没有任何回环的余地 既白衣二人神色凝重无比 想要自己将要面对的 是一尊曾经离尘之上的修士 就感到心神止不住的战斗 或许还有一丝丝的兴奋 片刻之后 既白衣首先眉头展开 目光坚定而又淋漓到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管他曾是离尘 还是星空 现在都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原因 后期存在 我既白衣今天偏要斗上一斗 月龙道人听到他的话 也微笑点头道 这样一尊对手 应该足够师兄发泄你的战役了 既白衣哈哈大笑 眼中战役堂堂 月龙道人的眼底 也浮现出神网的色彩 第463章星空传说 既白衣和月龙道人 在黑暗中凯然而行 速度不急不慢 二人并排而行 眼中神色均是复杂之极 不知道在想歇时吗 谁也没有说话 又走了小半个时辰 通道越来越扩大 见不到一点动物和植物的痕迹 血腥气味浓到几乎要让二人窒息 到处都弥漫着死亡和阴森的气息 有如绝地 突然 二人眼前一亮 通道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到了尽头 一个上下左右数百丈的巨大的不规则洞穴 出现在二人眼前 到了通道边缘 既白衣踏出一步 又立刻收了回来 因为脚下就是一方充满了新红年稠血液的湖泊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气泡在其中翻涌 比起红山红莲兄妹七深的池塘 这里的面积要大上许多 这个洞穴里 光线极亮 因为洞顶上镶满了大大小小的宝石 每一颗都发出强大刺眼的光芒 乍一看去 有如层次分明的星空 这些宝石的排列看似杂乱无章 但既白衣和月龙道人却隐隐感觉到 像是某种阵法一样 蕴含着玄奥的意味 你们两个终于来了 璀璨老祖的声音 从池中传来 血水剧烈翻涌 水面哗然破开 一个组有寻常人两倍大小的硕大头颅浮出水面 他的长相苍老无比 一块块肌肤如同干裂的树皮一样贴在面颊骨上 面相恐怖而又猙獰 一头白发 泛着淡淡的荧光 在水面上漂浮 却没有沾染一点血迹 一双眼中 神材暗淡 甚至可说浑浊 看相机白衣二人的时候 没有半点人类的情感 如同看着两堆死物 又仿佛已经活了一万年的悠久岁月 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激起他的兴趣 与之前话语中表现出的狂妄疯癫的感觉 截然不同 虽然只露出一个头颅 但已经可使人想象出他水下的身子 并是如同大山一样睽萎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 站在通道尽头 目中电光四射 冷冷盯着璀璨老祖 心中颠量着对方的实力 原因后期的修为是毫无疑问的 法力异常饱满 如果不出意外 此老应该也可以像红山红莲一样 从身处的血水中汲取能量 补充消耗的法力 除此之外 二人还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他身上传来 如同原音三节时遇到的天威一般 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心跳加速 原神躁动的感觉 无论二人如何坚守心神 也难以抵挡这股威压对自己的影响 继白衣沉声道 阁下就是璀璨老祖吗 老者一争 突然张开大嘴 抱起一阵夜宵般的节节笑声道 你们是从那个逃掉的小子嘴里 知道我的身份的吧 一百多年前 他使用了一张顺衣服 才保住性命逃掉 几个月前 他又带着我的分身曾经收的徒弟 从天空掠过 若非我急着请拿另外一个原因修饰 早就一掌拍死他了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相识了一眼 脸色一沉 心里同时把叶白骂了个半死 这个小子胆子竟然这么大 带着个炼器修饰就跑过来了 最后居然还活着回去了 璀璨老祖道 璀璨老祖是我在海风心上的一缕分身的化名 至于我的真实身份 只在星空当中流传 你们若是肯归顺于我 我倒不介意告诉你们 老夫的条件不变 只要你们肯归顺我 我就会帮你们修到离晨之境 月龙道人目光一动道 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 叫做海风心蛙 璀璨老祖目中闪过隐晦的黯然之色 点头道 不错 你们这颗星球 在星空强者之间 曾经引起过极大的轰动 据说存在一条通往失落的仙界的通道 许多星空强者 曾经来到这里寻找 但都无果而终 信性离开 老夫也是因此才沦落到 这般地步 纪白衣心中一争 只听这番话 就知道钟离子语的推测完全错了 就算真的存在一个 打残璀璨老祖的绝顶高手 此人也早就离开了海风心 幸好他根本没有将希望 放在这个虚无缥缈的高手身上 而月龙道人脸色则更加古怪 眼中射出异样的神采 心神似乎还有一点恍惚 满眼思索之色 纪白衣道 阁下究竟在古园山外的地下 住了多久了 璀璨老祖惨然一笑 眼中献出刻骨明星般的滔天恨意 低声嘶吼道 老夫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年我被那的混蛋打残 动用了一门秘书才勉强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是却因此陷入了悠久的沉睡之中 直到几百年前才行转过来 随着他凶兽般的怒吼 洞中顿时卷起了一股飓风 雪湖泛浪 狂拍虚空 纪白衣和月龙道人站立在飓风周边 长袍烈烈翻飞作响 运转法力才定住身体 月龙道人道 阁下口口声声要我们归顺你 你究竟想要我们做些实吗 璀璨老祖黑黑怪笑道 当然是要你们找来更多的修饰的资源 供我吞噬 老夫若要离开这颗荒满的星球 重归星空 至少要达到离晨出席 在那之前 老夫需要的修饰经学可说海量 如果只是靠送上门来的这些蠢货 速度太慢了 二人心神一领 眉头几乎囚结起来 璀璨老祖悠悠道 老夫从你们海风星的修饰记忆里知道 你们穷天大陆 已经几万年没有出过一个离晨修饰 你们两个可要想清楚了 如果没有人指点 凭你们自己想要摸索到离晨境的门槛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但对老夫来说 指点你们却是轻而易举 继白衣二人沉默不语 瞬息之后 二人互视了一眼 同时抱起出手 继白衣身躯陡然一阵 有如苍龙一般 大步踏空而来 右臂高高举起 右猛地落下 一道百丈长 七八丈宽的巨大白色剑王 展向璀璨老祖的头颅 剑王刚刚现世 就将被飓风刮得泛起层层连衣的水面 镇压得如同一面平静 而月龙道人则是仰手摸出十来张金光闪闪的符路 砸向璀璨老祖身边的水面 每一张符路里 均传来磅驳浩大的冰冷元气 洞穴之中 寒潮泛滥 以璀璨老祖为中心的血色湖面 瞬息之间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冻结成冰 冰面又迅速往水下层层而去 将璀璨老祖的身躯死死冻住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做了两千多年的师兄弟 配合默契无比 只是一个眼神 便知道对方的打算 一个主攻 一个锁定璀璨老祖的手脚 配合得天衣无缝 就知道你们不会屈从 璀璨老祖愤怒到咬牙切齿 同灵大的眼睛中 射出凌厉的凶芒 身边的血兵 轰然碎裂 咆哮了一声之后 一条手臂 从冰面之下 猛然急出 璀璨老祖的手臂 粗弱人腿 肌肉奔起 轻轻暴突 像一条条怪蟒盘踞在身上 此老面相虽然苍老 但身躯却是雄伟如山 仿佛每一丝肌肉里 都蕴藏着砸落星辰的恐怖力量 他的拳头 大小更是远超常人 几乎相当于继白衣的胸腹 拳头上森森黑气萦绕 一派磨到凶神的模样 轰 震天响声 在洞中回荡 继白衣的剑芒笔直地落在对方的拳头上 剑芒碎成经典 继白衣胸口剧痛 如遭重疾 喷出一大口血液 暴退而回 而璀璨老祖只是身躯往湖中猛地沉了一尺 除此之外 看不出一点异样 金色印记 狂卷而来 月龙道人在打出宁兵符后 没有半点停留 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法则神通 浮道如海 空气中各种博杂的天地元气 被福音一起裹挟着 轰向璀璨老祖的硕大头颅 璀璨老祖哈哈狂笑道 第一重法则 也敢拿出来献丑 一拳再出 福音尽碎 第464章麒麟战境 金王弥漫在雪湖上空 短暂的耀眼之后 就迅速散去 璀璨老祖赤裸着高达丈二的彪悍身躯 面孔猙獰 立于水上 白发飞扬 得以狂笑 说不出的意气风发 一缕缕诡异的黑色气流 缠绕在他的身上 远远看去 如同一头人形凶兽 自从几百年前醒来以后 此老就虚弱到了极点 逐机修士的随意一击 都能令他灰飞烟灭 因为担心被古猿山外中的修士发现 所以一直潜伏在地底深处 战战兢兢 不敢烧鹿一点行踪 直到分身化人 带着一行凡人来到南风村的时候 璀璨老祖才开始吞噬之际 一开始指示妖兽 慢慢到了修士 如今修为恢复到了原因后期 加上自身原有的法宝和秘书 在离成不出的年代里 可说已是雄霸一方的人物 而如今 只要在吞噬几个原因后期的修士 就能恢复到半部离尘 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 想到这里 璀璨老祖看向月龙道人 合计白衣的眼神 就如同饥饿了百年的野兽一般 目中一片贪婪与嗜血之色 月龙道人的第一重法则 神通福道如海被破 脸上没有一点惊讶 似乎这样的结局 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飞快地取出一只两尺多长的银色伏笔 在中间随意画了一笔 银网闪现 八 璀璨老祖陡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一道剑形符印 凭空而生 突然出现在他身前 狠狠刺进了他的丹田之中 月龙道人明明是在自己身前的虚空画符 出来的符印 却直接诡异地诞生于璀璨老祖的小腹之处 一笔剑笑 月龙道人又必连辉 剑印接连刺出 而此刻即白衣则落在雪湖的另外一个通道口运镜疗伤 刚才与璀璨老祖硬汗了一记 似乎受了些伤 璀璨老祖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大手往水中一射 血水倒卷而上 迅速覆盖住他的全身 他顿时成了一个红色的血人 而血液落在他的身上 也没有流淌下来 而是生成榆林般古怪模样 金石焦急的声音传来 火花四溅 血水覆盖在他的身上 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世间最坚硬的铠甲 剑印刺在上面 纷纷绷成碎影 再起不到丝毫作用 璀璨老祖抽昭良器 低声丝毫了几声 目中火冒三丈 赤裂到似乎可以将空间烧出一个裂缝 丹田生受了七八剂剑印记 即使以他的强悍肉身 也感觉到疼痛难当 第二重法则 璀璨老祖双目为咪 眼中绿色一闪而过 片刻之后 脸上就露出不屑的笑意道 小子 你的悟性的确不错 换成其他修士 或许已经阴碎人亡 但要杀我还差得太远 老夫虽然才恢复到原因后期 但无论肉身原神 都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璀璨老祖一边说话 一边掐着法诀 上浮着冰块的血壶 突然一受横生 雪骄 龙马 还有各种穷天大陆 从未见过的水中 妖兽 一起咆哮着冲向月龙 盗人和季白衣 每只妖兽神通各不相同 有些释放出一道道雷电 有些则挥舞着 血水凝成的战毛 月龙盗人身影忽闪 在妖兽缝隙中间穿梭 略到季白衣打坐的通道前方 为他挡下身前的攻击 轰 妖兽的攻击虽然落空 却将整座洞穴空间 震得战动不已 每只妖兽的普通一击 都抵得上原 应出其修饰的权力一击 月龙盗人神色凝重无比 手中银色伏笔挥舞不停 白芒闪烁 剑气纵横 每一笔写出 就有一只海兽 碎裂成血水 落入湖中 璀璨老祖不仅没有惊慌 反而看得哈哈大笑道 老子的血海妖兽 死而复生 无穷无尽 看你有多少法力抵挡 她的施法速度越来越快 妖兽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几乎快填满了 大半个洞穴空间 时间飞逝 一滴滴的汗珠 从月龙到人的额头觅出 即使有着原因 后期的浑厚法力 连续释放成百上千计的剑斧 也令她感到吃不消 法力消耗得极快 而璀璨老祖的法力 却没有丝毫消耗的迹象 一丝丝诡异的力量 从血湖当中 不断流入她的身体当中 月龙道人大感不妙 目中金芒闪过 张口一吐 只长的剑形印记悠悠流出 人剑幅再次出世 空间景象陡然一变 没有血湖 没有妖兽 没有记白衣 只有一派凡人景象 浓郁的红尘气息 将璀璨老祖包围 温暖而又宁静 令人忘却了所有修道路途上的 你争我夺 耳鱼我诈 璀璨老祖如同妖魔一般的紧绷面孔 亦渐渐柔和下来 一身法力 飞速流失 一点见光 从远处掠来 直取璀璨老祖的额头 速度迅如闪电 如同红尘中的绝带剑客 轻轻拔出了她的宝剑 刺出了这饱满了一身爱恨的一剑 璀璨老祖双目陡然一睁 眼中杀一熏天 如梦初醒 猛然张开雪盆大口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咆哮 剑碎人亡 空间瞬间崩溃 月龙道人身体猛的一阵战斗 嘴角一雪 原神剧痛 璀璨老祖这一吼 仿佛也包含着某种无法言语的意境存在 一种毁灭所有生灵的肉身 奴役他们灵魂 直到时空破灭的意境 一片白光 飞回月龙道人口中 最强三浮 也不过如此 璀璨老祖如若疯癫一般 狂笑不止 轰碎了人见福 他想不出月龙道人还有什么厉害手段 月龙道人受血的身子微微有些雨楼 重重咳了几声 振作气息 就要再次攻击 师弟 该我了 记白衣的声音 突然从身后传来 冷漠之急 隆隆的脚步声响起 记白衣脚踏虚空 但没走一步 均伸出重如雷霆的祖音 敲在璀璨老祖的心脏之上 月龙道人坐到记白衣打坐的地方 摸出一颗丹药吞下 看不也看身外的事情 直接闭目恢复 记白衣的身后 不知何时 浮现出一只巨大的火焰麒麟虚影 散发出厚重的威严 一双巨大的眼睛冷冷盯着璀璨老祖 更加害人的是 记白衣的身上 传来一股斗天战地般的浓郁战役 这股战役犹如实质 形成一团熊熊烈火 在记白衣的身外燃烧 这个小子 是石墨来头 璀璨老祖盯着记白衣的方向 脸色沉重 他突然想起了星空中的一些勇猛无惧的好战种族 只有在他们身上 璀璨老祖才见过这样的冲天战役 老鬼 受死 记白衣暴跳而起 直接施展出天剑符 生化为一把开封巨剑 斩向璀璨老祖 不知死活的小子 至情意境杀不了我 你的无情意境又如何能够做到 璀璨老祖怒喝了一声 探手在水中一抓 凝出一把四五丈长的血色长枪 迎向开封巨剑 轰 两相交集 浩大的元气爆炸开来 璀璨老祖向后退出三步 记白衣则是倒着翻飞出去 还原人形本尊 再来 记白衣衣衫碎裂 献出一身坚硬如铁的肌肉 冷冷到了一生 天剑再现 他的气势陡然暴涨了一截 战役高涨了一倍有余 风锐到仿佛可以横扫世间的一切 璀璨老祖脸色一变 看着灵头落到的巨剑 明显感觉到了异常 这一剑速度更快 气势更盛 威压重如山月 而在不远处的通道口 月龙道人一边吸收药力 一边微微瞥了一眼 嘴角流过古怪的笑意 他的老师还在世的时候 太乙门终究盛传 继白衣在一次游历当中 得到了一头火麒麟的传承 学会了一门叫做麒麟战径的秘术 此树一旦施展 越战越勇 越战越强 有如入魔 但极少有人见他是出来过 即使是几百年前的那场碧蓝大战 继白衣也没有使用麒麟战径 如今月龙道人终于可以大饱眼福 第465章上古神通 牺牲寿源换来战时的实力暴涨 老夫看你能施展出几记天剑服 璀璨老祖沈然一笑 大手突然从水中摸出一把银色大斧 砍向继白衣 仔细看去 此符合战向真人曾使用的那把 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但又多出一层玄之又玄的意味 腐盲藏而不发 刚刚劈出 洞穴中顿时生出一道道细微的裂缝 黑暗如此 悠悠的空间气息从其中传来 璀璨老祖曾经是星空中强者 转战过极多的星球 不知道见识过多少秘术 一看便看穿了 季白衣的麒麟战境的秘密 同时一察觉到他的寿源正在飞快流逝 月龙道人在不远处听得唯唯一争 难怪季白衣一直很少显露这门秘法 原来有着巨大的隐患 心中不由有些担心 既白衣听了璀璨老祖的话 却是毫不在意 眼中战役更盛 霸气横声道 我刚刚破入原音后期 寿源大掌 这点损失又算得了实吗 杀了你后 老子还有足够的时间进阶离尘 剑斧相撞 光芒绽放 洞穴中只剩下意的满满的银白光芒 咔嚓之声响起 银斧碎成一片片巴掌大小的金属 四射出去 剑王也消散一空 季白衣的这一技攻击 除了击毁对方的法宝 看不出其他任何效果 璀璨老祖登登登登登登一连退出六面 表面毫发无损 脸上潮红之色 一闪而逝 季白衣翻飞落地 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 冷笑道 老鬼 你的五脏六腑 应该很不好受吧 这一剑的滋味怎么样 璀璨老祖怒极反笑 阴森森道 相当不错 不过想要杀我 还是差得太远 说完之后 雪狐的赤水 一阵涌动 向他身上拍打而来 一丝丝古怪的能量 钻入他的毛孔之中 璀璨老祖萎靡下去的气息 再次高涨起来 季白衣昂然站起 目邦如电 沉声力喝道 稍安勿躁 你再接一剑逝世 白光乍现 天剑再来 这一剑 比起上一剑 又强了一倍又鱼 更狂更猛 无情意境 铺天盖地 季白衣全身赤红 身后战火燃烧成海 有如从黄黄烈日中走来的杀神 麒麟战境 越战越勇 越战越强 绝非虚传 越龙道人缓缓闭上双目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三纪麒麟战境加持过的天剑服 已经足够他回味 现在是属于纪白衣的时刻 而他的时间 还要再等一等 璀璨老祖目光阴沉 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无论是纪白衣和越龙道人 都带给他极大的震撼 一个经历过星空强者大战 可说被打残了修真传承的 废弃星辰上 竟然存在两个妖孽般的天才 而且还在一个宗门里 天天都让他碰上了 心中郁闷 可想而知 喝 剑王临头 璀璨老祖再次从水中 取出一面高达三丈 通体乌黑的盾牌 挡在身前 轰 剑盾相撞的刹那 盾牌陡然乌光闪烁 排面上浮现出一只头生双脚 似虎飞虎的骑行 妖兽的猙獰身影 妖兽眼中凶光闭露 血口一张 吞向天剑符 喷 排山倒海的力量 如同九天之上 倾泻而下 妖兽虚影 瞬间破灭 盾牌碎成片片 剑王一化而过 血雨狂喷 璀璨老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痛苦呐喊 剑印强悍的身躯 中告破碎 剑王从他的宽阔的肩膀处 拉出一道长长的口子 直打小腹 老鬼 这一剑又如何 继白衣落地之后 冷冰冰的道了一声 话音才落 就再次跃起道 我继白衣还没到极限 再来一剑 战役风涨 洞穴中火焰弥漫 血水蒸腾成雾 继白衣身后的麒麟虚影 有如食指一般 喷出的火焰 灼得腥红的泥土 都发出恶臭的味道 洞穴之中 只剩一片白色的剑王 笑声如龙 空间裂缝丛生 无知小辈 你他妈的风够了没有 让你见识一下老夫的真正手段 璀璨老祖立生怒吓 眉头拧在一起 浑身肌肉暴突 这一次 没有取出任何法宝 只凭肉身 一拳即出 这一拳仿佛凝聚了 一个世界的力量 气息强大 威猛绝伦 全影几乎有着小半个洞穴大小 狂卷而来的气势 如同山河破碎 欲助轻颓 纪白衣本能的察觉到不妙 但已经无法收回见识 况且他的内心也不想收回 麒麟战道 可败不可退 这就是当年那头火麒麟 教给他的第一句话 哼 地动山摇 空间碎裂 纪白衣和璀璨老祖 同时喷出一大口鲜血 向后方暴退出去 璀璨老祖跌落湖中 气息沉郁 受创的伤口 再出鲜血狂涌 而纪白衣则是脸色苍白如指 表面虽然看不出伤害 但只从他紧咬牙关的痛苦表情 就知道绝不好受 他身后的麒麟虚影 已经被璀璨老祖一拳击碎 浑身战意以肉眼难查的速度 缓缓跌落下去 璀璨老祖缓缓沉入血水当中 吸收血液疗伤 只露出一颗硕大的头颅 目邦扫过月龙道人合计白衣 鬼妹一般邪笑道 你们两个小辈 的确很厉害 即使放到星空中的那些修真盛事的星辰上 也绝不逊色于那些大派子弟 可惜今天 注定要陨落在老夫手里 你们的意境符已经碎裂 老夫看你们还有什么手段 洞中一片沉默 只有记白衣急促的呼吸声音传道 在下还有一世神通 名叫亘古荒芜 学成之后 从未施展过 勤劳阻止教 片刻之后 月龙道人突然站起身子 脸色平静之极 身上却传来一股玄傲的气息 记白衣也挣扎着站起 摇摇晃晃走到月龙道人身边 淡淡道 我在来风洞中 闭关数百年 也误出一世神通 取名为万剑朝仓 老祖若不介意 也一同指点一下吧 璀璨老祖微微一愣 眼中流过难以置信的神色 最终反常般的冷冷点头道 好 便让老夫看看 你们还能带给我多少惊讶 月龙道人看着 记白衣站立不稳的样子 皱眉道 师兄 你还是先恢复一下 让我先来吧 记白衣目光坚决 毅然摇头道 我的麒麟战役 已经从巅峰开始跌落 若不趁着此刻打出最强一击 杀了这的老怪 以后恐怕都没有机会了 月龙道人唯一沉吟 没有再劝 二人同时展开动作 月龙道人打出一连串复杂的发掘 全身蕴藏的法力 一起运转起来 气息磅礴四海 记白衣则取出自己的古仆长剑 在虚空悠悠划过 动作极慢 如同由于露出水面 但偏偏令人产生头皮发麻的恐怖感觉 璀璨老祖除了头颅 身躯静在水下 看不到任何动作 只拿一双眼睛 紧紧盯着二人 时空突变 三人仿佛置身于 瀕临破碎的大地之上 周围见不到一点活物 只有枯死的草木和一座作色成灰鹤 如同死去的大山 尖笑呼来 璀璨老祖抬头看去 只见亿万火焰腾腾的陨石 如雨一般 向他砸来 而陨石中间 又夹砸着无数把青芒闪烁的剑锋 浩大的剑笑之声 则人心破 上古神通 璀璨老祖满眼亥然之色 旋即又摇头道 不对 比起上古神通 还差一点点 既白衣和月龙道人 没有理会他默默运转法力 星辰陨落 大地破碎 山峰倒塌 洪水横流 万箭临头 一起攻向璀璨老祖 区区两个残缺的上古神通 又能耐我何 璀璨老祖大喝了一声 身体突然鼓胀起来 几席功夫 就变成一个高达数十丈的魁梧巨人 巨大的手掌仿佛可以撕裂天地 碰碰 璀璨老祖神色癫狂 双拳连灰 迎向无穷无尽的星辰大地 洪水渐盲 继白衣二人的攻击仿佛无穷无尽 璀璨老祖的法力更是浩瀚如海 到处都是一片狼藏 大地渐渐粉碎成漂浮的碎土 璀璨老祖身上 血肉淋漓 虽然挡下了无数攻击 但他的庞大肉身 也承受了极多 时间在这一刻 彻底崩碎 不知过了多久 荒芜时空 漠然破碎 场面再次回到洞穴之中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轰然落地 道地不起 身上法力几乎消耗一空 眼神黯淡 气息虚弱无比 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而血湖中的璀璨老祖也不好受 胸膛塌陷下去一大块 身上白骨鳞循 血肉已经去了大半 看起来已经到了垂死边缘 洞中一片死疾 你们两个小辈 若没有更厉害的手段 现在就可以死了 许久之后 璀璨老祖挣扎着从水中站起 目中闪过凶狠的狂妄 他的肉身修为 在湖中血水的滋养指下 正迅速恢复着 第466章紫金鱼湖 这个家伙 难道杀不死吗 既白衣倒在地上 满眼亥然 他可以十分清楚地察觉到 自己的法力落到了最低谷 不可能再施展出万剑朝仓 这门无限接近上谷神通的绝招 甚至连天剑幅都施展不出来 而血湖中的璀璨老祖 白骨上已经开始长出了腥肉 肉身一点点充盈起来 连法力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正在提升 月龙道人摸出一粒丹药吞下 转头看向既白衣 既白衣面色平静 摇了摇头 意思很明显 已经底牌出镜了 璀璨老祖正在抓紧时间恢复 但也一直盯着二人的动静 见到既白衣摇头 哈哈大笑道 你们两个连上谷神通都被我破了 还能有什么手段 话音落下 月龙道人眼中闪过无奈之色 嘴角溢出一抹苦笑道 老鬼 莫要得意 我还有一件法宝没有使出来 既白衣脸色一喜 如今三人形成僵实局面 都处在最虚弱的时候 就看谁能率先恢复 抢先出手 璀璨老祖一争 随即不屑道 你的法力 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纵使有利害法宝 又能发挥出几成威力 月龙道人吞下丹药之后 疯狂吸收其中的元气 苍白的脸庞上 渐渐有了一丝红韵 自信满满道 不错 也许连一成威力都发挥不出 但杀你已经足够 说完之后 从除雾带中摸出一件古怪的狐样法宝 此狐成双鱼形状 双鱼嘴为狐口 鱼体做狐身 鱼身上绘满了从未见过的符纹做灵片 此狐通体呈紫金之色 散发出淡淡的金芒 才一出世 纪白衣和璀璨老祖 就同时感觉到一股天洁般的威压 从狐身上传来 压得二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仿佛面对不是一件法宝 而是一尊超然的存在 纪白衣不知旧理 只是奇怪月龙道人 从哪里得到这样一件一宝 而璀璨老祖却是脸色瞬间奏变 双眼瞪得大大的 灵宝 你手中怎么可能有灵宝 璀璨老祖曾是星空中的强者 见识和其广阔 一眼就认出月龙道人手中的紫金鱼 胡静是一件在穷天大陆上 早成传说般的灵宝 要知道 这个等级的法宝 在上古时期的那场大战里 要么被毁 要么被星空强者夺了带走 如今穷天大陆最知名的法宝 就是一些大派手中的顶级法宝了 而璀璨老祖自己 就曾有过数件灵宝 甚至更好 但均在不知多少年前的那场大战中被毁掉 或是夺走 否则也不用沦落到弱小至永远沉睡的局面 继白衣听到他的话 也是满眼难以置信的神色 月龙道人没有回答 神色平静 微微一笑 只把紫金鱼湖口 对准璀璨老祖的方向 轻轻揭开了湖盖 万道金光 从湖中射出 有如最锋利的宝剑 刺向璀璨老祖 萧神金光 湖里竟是万道萧神金光 璀璨老祖只愣了一席 就脸色灰败如死 如同受到惊吓的兔子一样 往水下逃去 萧神金光 切金碎玉 锋利无匹 除此之外 最可怕之处就是对元神的伤害巨大 每一道金光照在身上 都能萧去一分元神 不用多久 就能萧去修饰的所有元神 使之元神湮灭 肉身成烟 这样的宝物 即使放到星空之中 都能引来许多强者争夺 大战之前的璀璨老祖 或许还可施展神通阻挡 如今法宝尽碎 法力枯竭 哪里还敢留在这里等死 该死 那个小辈 怎么会有这样的逆天宝物 璀璨老祖边逃边骂 金光射空 落在洞壁上 顿时墙壁轰塌 洞穿一切阻拦之物 以三人无法想象的速度 或开地面 直射云霄 血色山林南边的小谷之中 一干修饰各自闭目打坐 谷中一片沉默 不过众人的脸色倒是好了不少 自从孤星回来之后 冷百魂就立刻开始研究 利用人面血脂解除夺灵骨的方法 但无论是夺灵骨 还是人面血脂 都是他从未听过的东西 最后只能挑了一个自告奋勇的弟子 生吃下去 若是不成 最多帮此人夺赦重生 吞下之后 竟然直接见效 那的弟子被种下的夺灵骨瞬间进去 彻底恢复 众人一片欣喜 分拾了人面血之之后 进阶恢复 只是元气有些衰弱 还需时间调理一下 恢复之后 众人望向半边胸脯尽碎 独自在洞中打坐 受血阴森的孤星 也是感官烧变 生出一丝感激之意 旧连碧雾子 这个一向对孤星心存怨恨的徒弟 也脸色稍记 和妹妹洛尘子 在洞外小心守护 钟离子宇等原因修饰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按兵不动 等待继白衣等人的消息 此刻 钟离子宇 杨森 田安 慕容卓等人 正立于附近的山顶之上 遥望血色山林的方向 经过雨水洗刷之后 山林中弥漫的浓重血雾 已经暗淡了不少 不过血雾散去大半之后 显现出的一片星红的树木 和林中隐约可见的干湿 还是令人感到寒毛直立 听孤星的描述 那的老怪的爪牙 都有着原因后期的修为 而且精通法则神通 更能引动一方小世界的力量 二位道凶此行 凶险重重 慕容卓眉宇之间 满是担忧之色 田安似乎有些不满他的乌鸦嘴 咨虚一阵 狠狠瞪了他一眼 转向钟离子语道 老九 你心眼最多 有没有什么主意 憋在这个山谷里 都快生出蛋来了 钟离子语摇头苦笑道 我连那的战象真人都打不过 能有什么办法 接着等吧 两位师兄的修为 已经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上百年没见过他们出手 应该又有了不少新手段 不会轻易输掉的 就在此时 大帝突然轰隆作响 万道金光从血色山林的中心处 暴射而出 湮灭雪雾之后 直冲云霄 天空云彩 瞬间静散 几人双目一阵刺痛 闭目适应了数十席后 直到金光散去 才睁开眼睛 连忙掠到高空向下看去 只见金光射出的大地上 已经陷进去一个巨大的坑洞 山石树木 向着洞中滚滚落下 数十道身影从古中飞掠而出 看着远处的景象 各个满眼亥然 浩强的金光 究竟是法术 还是法宝放出来的 慕容卓一脸疑惑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 当然更给不出答案 大地之下 月龙道人调转平头 向着璀璨老祖逃逸的方向追去 萧神金光 射向雪壶 没有一丝白雾蒸腾 雪壶中的血水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消失无踪 很快 璀璨老祖的魁梧身躯 出现在月龙道人的眼帘当中 目光所至 金光所至 璀璨老祖发出一声惨痛之极的哀嚎 肉身迅速气化成烟 连骨头也瞬间消融 老夫不甘心 你们两个小辈等着 待我日后重塑肉身元神 定要将你们太乙门上下 涂得一前二进 鸡犬不留 璀璨老祖向天怒吼 恨意直透苍穹 轰得一声 碎成粉末 无数道绿色的盲点 向着被射穿的天空中掠去 月龙道人目光一紧 弯道金光紧追不舍 绿芒成片烟面 时数之后 月龙道人眉头紧锁 盖住紫金鱼壶 金光顿收 如何 即白衣连忙问道 月龙道人摇头道 销神金光太过耀眼 我也没有看清楚 似乎逃出去几点元神 即白衣神色冷峻道 可惜 此人不死 后患无穷 月龙道人唯唯点头 即白衣深深呼出一口气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师弟也不用太过担心 等这个老怪再次恢复到原因后期的时候 说不准我们已经进阶离尘了 月龙道人摇头一笑 即白衣道 师弟倒是好机缘 竟能得到一件灵宝 月龙道人神色一暗道 我为了打探黄泉界的消息 游历了不少穷天大陆人宗罕至的秘境 侥幸得到些机缘罢了 即白衣愕然 蜀席之后 默然点头 第467章绝地公主 一线光亮 从地面透下 照进阴森深邃的洞穴之中 平添了几分明朗之意 即白衣和月龙道人闭目打坐 身边渐渐白雾弥漫 二人没有急着出去 月龙道人的紫金鱼 虎宝光太盛 难保不会引来有心人的觊觎 二人若在巅峰时期 当然不会有任何担心 但现在法力衰竭 站坐恢复才是上策 璀璨老祖虽然逃了 但其他人并不知道 相信战时也没有人敢下来探查 洞中急进无声 一直过了一个多时尘 白雾才一伞而空 二人先后睁开双目 即白衣眼中金鸿一闪而过 脸色严肃道 失地此宝 不可再见光了 否则难有安生之日 月龙道人站起身子 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 油然道 我自然省得 师兄放心 若不是迫不得已 这一次我都不打算使用的 即白衣微微点头 月龙道人转过身去 眼底闪过一抹一样的神色 想到摩天台的灵狐道安 心中暗叹 只怕还要再用一次 二人又在雪狐里搜寻了一会 只发现一些破破烂烂的储物袋 袋子里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法宝 和其他低级货色 估计璀璨老祖也看不上眼 而灵石丹药等物 早就被璀璨老祖吞噬一空 月龙道人笑道 这个老怪 法宝评出 虽然碎了不少 但应该还有一些 其他的也不知道 道藏在哪里 竟然没有一件好货色留下来 二人拔地而起 直接朝消神金光破开的地面亮光处飞去 即白衣沉吟了片刻道 我记得门中点击上似乎有个记载 离晨修时可以在大千世界里 开辟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储物空间 不再拘泥于储物袋的空间限制 更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 月龙道人微微点头 眼中射出明亮的神网之色道 黎晨 星空 光听境界名称 已经足够吸引人 也许上面还有更高的境界 即白衣道 这一次与这个老怪的打斗 令我眼界大开 模模糊糊中 仿佛又有了不少名物 此事了结之后 我将抛开一切 闭关名思 月龙道人和首道 师兄的纳门万箭朝仓 已经是如今修真界的巅峰神通 若再进一步 必可媲美真正的上古神通 即白衣摇头道 与师弟的亘古荒芜 还是差了不少 我感觉得道 你那门神通才是脱胎于真正的上古神通 月龙道人笑着叹道 正是因此 所以我才说了半仇 我这门神通的自一处秘境 师兄却是自己领悟出来 即白衣笑道 师弟何必妄自菲薄 以你的资质 若是专心闭关个几百年 未必就领悟不出 你若是实在纠结此事 不如门中以后交由你来作证 我出去游历散心 修想 月龙道人直接道 老师当年既把担子交给你挑了 我自然是去做个自由自在的修士 即白衣苦笑道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恐怕这也是叶白和末二的区别 月龙道人沉吟了片刻道 师兄只怕还是小看末二了 他的修为资质虽然差了点 但对福道的热诚执着 还在你我之上 将来若是听到哪里有高深的福禄 一定会抛开身外的一切 前往追寻 即白衣愕然 谈笑之间 二人就出了洞穴 洞穴上方 已经被破开了数十丈方圆的口子 被血色雾气掩埋的炎炎实实 二人将附近扫了一圈 竟发现了不少人类建造的竹屋 竹屋东倒西歪 一片萧条衰败 没有半个人影 这里想必就是夜白说的难封村了 璀璨老祖这个家伙 吞噬修噬就算了 毕竟都是与天争命 又何必将凡人牵扯进来 月龙道人神色有些悲悯 即白衣唯唯点头 二人破开雪雾 直入天空 明媚的阳光 从头顶洒落下来 空气清新而又纯净 二人心中忍不住身身吸了一口 生出死后新生的感觉 在他们过往的修道生涯里 璀璨老祖可说是一尊最顶尖的对手 即使最终凭借灵宝击败了他 二人心中也并不觉得如何喜悦 原来是继兄和月龙道兄在下面打斗 二位竟然都进阶元英后期了 难怪可以产生这样浩大的气势 男子的声音从云中呼来飘荡南侧 即白衣和月龙道人心神一领 助力虚空 网向不远处的厚厚的云层当中 一道身穿深蓝色景袍的修长身影 从云中缓缓落下 气息比起即白衣二人 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人四十岁左右中年人的模样 相貌只算平常 唯独个子极高 极有九尺 站在风中 极背的乌黑长发 向后飘散 明明站在那里 却与人一种随风而行 身体处在不断飘动当中的古怪感觉 他的一双眼睛 尤其与众不同 长而明亮 深邃而又灵动 充满了邪义的神采 这种邪义不含一点阴森的意味 反而别有一种男性的神秘魅力 甘兄 你们绝地公家大业大 法宝无数 难道也对这片山林中的宝贝感兴趣吗 月龙道人淡淡笑道 中年男子正是绝地公主甘顶 此人当初曾和月龙道人一起下到了大漠地渊 得到了两枚元金石符 领悟到了仪式神通 实力强劲 如今也有了原因后期的修为 甘顶嘴角溢出一丝古怪的笑意道 二位道兄莫要误会 我只是路过古原山脉 听说这里出了一个曾是离尘境界的老怪 压抑不住心中的好奇 才过来见识一下说不准能有些领悟 这些法宝我还未看在眼里 至于你们古原山脉的事情 我更没有插手的意思 不过看二位道友的模样 想必已经将那的老怪斩杀了 记白衣点头道 甘兄来晚了 那的老怪已经被我和师弟斩杀 道友若没有其他事情 我们便告辞了 说完转身离开 慢者甘顶突然出声 声音有些阴沉 二人转过身子 月龙道人面无表情道 甘兄还有何指教 甘顶眼中射出细微的探查之色 在二人身上转了几圈 若无其事般笑道 道兄严重了 再下来的时候 远远看见弟弟射出万道璀璨的金光 连云层都直接扫荡一空 心中有些好奇 二位道兄究竟是用什么法宝灭杀了那个老怪 记白衣和月龙道人互视了一眼 哈哈大笑道 甘兄看走眼了 哪里有什么法宝 那是在下施展出的一门新创的神通射出来的光芒 甘顶目中电光一闪而逝 轻声过了一生 一副不知可否的模样 记白衣身躯一阵 战役勃发道 刚才和那的老怪 还没打得过瘾 难得遇到甘兄 不妨也与我切磋几手 请道友指点一下 甘顶目光一动 斜笑道 记胸气息虚伏 尚未完全恢复 切磋就免了吧 小弟相信 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说完 拱了拱手 身影飘动了一下 凭空消失在二人眼前 月龙道人瞳孔萎缩 看着身前一丝极为弱气流涌动的痕迹 唏嘘道 这个老家伙的御风之术 越来越厉害了 记白衣沉吟道 只要还没有打破空间 总是有机可寻 走吧 动静这么大 钟离他们该等得着急了 月龙道人微微点头 二人飞往南方 而在二人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 空间再次传来一阵微微的晃动 甘顶高手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刚才的地方 皱着眉毛思索了片刻之后 甘顶落往地面 进入记白衣二人大战璀璨老祖的洞穴之中 一直过了大半炷香的功夫 他才掠了出来 一脸疑惑的沉思之色 第468章战后雨坡 钟离子雨等人站在谷外的山丘上遥望 身后则是不少小辈弟子 就连受伤的孤星 也出了疗伤的洞穴 夹在人群中 冷冷看着消神金光射出的地方 脸色阴沉 目光深邃而又复杂 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些石磨 而站在他身后的碧屋子和洛尘子 则是面面相去了一眼 在刚才某个瞬间 二人竟隐约捕捉到孤星的心神剧烈晃动了以下 仿佛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 这兄妹二人不光长相飘渺出尘 就连心思也空灵剔透 比起常人 要敏锐得多 不过二人只是微微惊讶了一下 没有其他任何举动 两道身影 从天边步步走来 风声云随 飘渺若鲜 既白衣白衣胜雪 月龙道人脸色淡然 众人整齐一恶 随即脸上浮现出半惊半喜之色 等到二人落地之后 钟离子羽立刻道 二位师兄 此行如何 既白衣沉默了刹那 终是缓缓点头道 那的老怪 已经被我和月龙师兄杀了 各位不用再有任何担心 话音落下 先是一阵无声极静 随后欢声雷动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太乙门弟子们 宗主和月龙师叔出手 果然雷厉风行 厉甘见影 那还用说 二人如今已是穷天东大陆 最顶尖的修士了 众人议论纷纷 这些太乙门弟子 大多数时间 都在碧蓝山上修复 少有外出 心性一般 尤其是当知道除了玉阳门 烈火门之外的古原山脉中的 其他几个门派 竟然不理会计白衣的亲自邀请 心中更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如今只靠二人救急杀了璀璨老祖 自然是扬眉吐气 精神大震 田安这个大大咧咧的直率家伙 更是凑上前 兴奋到 如何杀的 二位师兄详细说说 月龙道人摇了摇头 不止一提般笑道 杀都杀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装神弄鬼 田安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嘴里小声嘟囔着 众人见到他的痴憋样子 哈哈大笑 剥谢二位道兄诛杀此聊 一干缘因修士也上前恭贺 众人面带笑意 不过眼底神色均有一些复杂 斩杀了一个曾有黎晨修为的老怪 只要想一想都让人感到经济 此战之后 太乙们的声势 怕是直上巅峰 前来学服的修士 更是如过江之际一般 唯有钟离子语 孤星等少数几位心际深沉的修士 从纪白衣那刹那的犹豫之间 察觉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纪白衣客气了几句 与众人一起进入谷中 年轻弟子三三两两散去 各自交流着诸般修炼之事 而纪白衣等原因修士们 则进到最大的一个山洞里 上两阶下去的事情 冷兄我看弟子们身上的风圆符都已揭去 元气也不再外泻 想必人面雪之的效果不假 纪白衣首先问道 望着一颗大脑袋的冷摆魂点头道 中招的弟子已经全部恢复 只需再打坐几天 就能恢复到巅峰状态 说来惭愧 小弟号称毒绝道人 对这夺灵谷却没有一点办法 月龙道人笑道 冷兄太谦虚了 这夺灵谷 极有可能是天外星辰上的手段 你不知道 也属正常 众人一恶 冷摆魂道 难道那的老怪竟是从天外而来 月龙道人微微点头 但也没有多做解释 众人沉默了一阵 也知取得没有追问 冷摆魂取出 纪白衣交给孤星除雾带 眼中有些不舍 递给纪白衣道 这是用了多余的人面雪之 如树凤还纪凶 纪白衣摇头道 冷兄既然喜欢 就留着慢慢研究吧 我要了又有何用 不过你千万不要变成那头老怪一样的存在 否则我们下次就要一起杀到你的毒龙坦老窝去了 冷摆魂大喜收下 也不介意他的打去 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伴赏之后 终离子于脸色一正道 白衣师兄 那的老怪虽然死了 但那片雪雾 和其中的魔物爪牙还在 留着始终是个祸患 该如何处理 继白衣沉淫了片刻道 先在这里修整几天 雪雾和那些藤蔓干尸 不留给弟子们练手 我等轻搅了站向那些原因 境界的爪牙就可 众人想了片刻 齐齐点头同意 他们带着最得意的弟子出来 本来就是打算让他们历练一番的 终离子于眉头为咒道 若是如此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才能彻底肃清这片血色山林 二位师兄 灭杀了那个老怪的事情 蛮不过有心人 其他门派的弟子和散修门 恐怕会蜂拥而至 来争夺法宝 这几天里 我已经远远见到 有些原因修士偷偷钱进去了 但二位师兄一直未归 我也没有轻举妄动 师兄打算如何处理 纪白衣一争道 我和月龙下去几天了 三天 众人一阵疑惑 纪白衣怎么连时间都不记得 纪白衣和月龙道人忽视了一眼 心中均有一些骇然 最后那两世残缺的上股神通的碰撞 竟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难怪以二人原因后期的浑厚法力 竟然用到直接枯竭 二位道兄似乎有些不寻常的经历 不知可否与我等一说 孤星声音平静 其他人听了他的话 亦露出好奇之色 月龙道人笑了笑道 我和白衣师兄 拼尽手段 最终施展了一世神通 才勉强战胜了那德老怪 我们也受了不清的伤 在地下打坐了不少时间恢复 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 众人恍然 至于他说的神通 也只以为是普通的法则神通 继白衣望向钟离子语 神色冷峻道 还是那句话 除了我们的门人弟子之外 其他任何修饰不准进入寻宝 不肯离开的直接杀了 天下哪有不需要参加周末行动 试了之后却能过来捡便宜的美事 众修凛然点头 关于此事 众人当然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 又商议了一阵 众人各自散去 洞中除了太乙门的五人 便只剩孤星 继兄 月龙道兄 可还记得我们的交易 孤星面无表情 钟离子语 田安 杨森不知就理 君是一脸好奇 月龙道人道 道友这么着急吗 孤星淡淡点头 一言不发 月龙道人沉吟了片刻 点头道 既然如此 我今天就先和道友回一趟避阑珊 如今璀璨牢足已死 大局已定 有白衣师兄在这里坐镇 料想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意外 郭谢道兄 孤星拱了拱手 走出洞外 钟离子语随手打出一层隔音静置 白色光幕展开之后 连忙问道 那的老怪是不是还未彻底死亡 季白衣沉吟了片刻 微微点头 将地下的经历简单讲了一遍 只是掠过最后的紫金鱼 胡语 萧神金光不提 钟离子语三人神色立刻凝重起来 季白衣果断道 钟离 这里的事情了结之后 你在门中挑些机灵的弟子 派出去四处游历 打探一下哪里出现了血雾吞人的事情 那的老怪若要迅速恢复 必定还会走吞噬修噬的老路 一有消息 立刻来告诉我 我和月龙会去将他彻底了结 钟离子语点头应是 月龙道人伸了一个懒腰 神色轻松道 这里就交给你们吧 我今天就和孤星回避阑珊 暂时都会留在山上 大师兄你杀了王羞儒的儿子 以他的性子 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即白衣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大战过璀璨老祖 这个星空中的强者之后 原因中奇的王羞儒 早就不在他的眼里 第469章言传身教 诗天机有没有和你提起过 一个叫毕东行的人 诗气浓重 光线阴暗的锁龙池中 孤星双目紧紧盯着叶白 脸上的肌肉 似乎还有些轻微的抖动 这是叶白第一次见到孤星 除了修为异常深厚之外 此人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便是一双眼睛中 不时泛过紫色神王 忧生而又诡异 仿佛修炼着某种邪恶的功法 毕东行 叶白心中一动 这应该就是孤星的本名吧 没有 诗天机除了吩咐 我们铺设通往仙人岛的 空间传送阵之外 没有说过其他任何事情 孤星缓缓闭上双目 几席之后 又猛然睁开 眼中除了一片轻松之色外 还有淡淡的失落 孤谢道友 说完 又朝月龙道人拱了拱手 静止出了牢房 叶白奇怪地看着 孤星独行的萧索背影 有些无法理解他的感受 数千年来 一直担心诗天机追过来 如今对方根本没有追杀他的意思 为何反而显得有些失落 月龙道人似乎察觉到 他心中的疑惑 笑了笑道 孤星一直将诗天机 当成自己生命中的生死大敌 但对方却根本未将他放在眼里 只当他是一个唯不足道的小人物 早就将他遗忘 这种赤裸裸的蔑视 比起任何刀剑带来的痛苦 更令他难堪 叶白微微点头 说来说去 不过是孤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老师与孤星有交情吗 为何与他一起回来了 月龙道人与孤星进到他的牢房之中 只是简单吩咐他将《烈魂大陆》的经历讲了一遍 就在没有说其他 搞得叶白一头雾水 月龙道人摇头道 我与孤星从未有过任何瓜葛 不过是与他做了一场交易 省得他日后老是惦记着你 不过你也不要因此对他疏于防范 此人心计太深 将来未必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叶白点头笑道 老师这笔生意 却是做亏了 换成是我 怎么也要让他掏出一点空间之道的心得出来 月龙道人笑骂道 你倒是想的美 竟然打上了他的空间之道的主意 他的空间之道 的确相当了得 极有可能是那个仙人岛的势力传下 但此人自私刻薄 照我估计 就算是他那两个天才横溢的徒弟 也未必得到过多少真传 叶白眉头为咒 他可是一直惦记着将来若有机会 从碧物子和洛臣子那里 交换来一点空间之道的法门 月龙道人瞥了他一眼 脸色一正道 修行之道 再经不再多 你的机缘已经足够 我听说你还拜了戴先锋为师 学习雷霆之道 想必他也赐给了你不少好处 是时候定下心来 用心打熬一下了 郭谢老师教诲 叶白脸色也正经起来 事实上 他现在确实觉得时间不够用 除了法律的积累之外 元神 肉身 法术 神通 每一样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修炼 除此之外 他还想着将来有机会 把静止和炼器再学一学 否则从先皇宗遗址中得到上千静止法门和清夜传授的大罗仙剑的炼制 就都要浪费了 血色山林那边的情势如何 叶白轻声问道 月龙道人朝门上打了一个静止 将情况讲了一遍 叶白听得极其认真 尤其是关于他合计白衣连番大战的细节 好似想要从中路到一点石磨 月龙道人对他自然不会隐瞒 讲解得极其详细 其中许多惊讶之处 都向他一一分析 只是掠过了紫金鱼湖这件灵宝不提 只说是件厉害法宝 这件事情告诉叶白 也没有太大意义 叶白显然也未注意 反而对他合计白衣施展出来的两世残缺的上古神通 更感兴趣 一副恨不能立刻学道的模样 月龙道人自然明白他的心思 犹豫了好一会道 也罢 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去找灵狐到安娜的老狐狸算账 下次见面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我今天便传给你吧 但你能否学会 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 这门神通就是我在大漠地渊中 使用元金石符 从那快古怪玉碧中学来的 其中蕴藏着极其深奥的意境 若非元金石符中的神秘力量指引 就算再看十遍 我也不可能领悟成功 叶白其道 老师 何为意境 月龙道人沉默了片刻 眼中闪过睿智的盲采 组织了下语言道 意境之说 比其法则还要虚无缥缈 纯是一种心境积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对天道先道甚至人道的感悟 个人经历不同 领悟的意境也大多不同 叶白似懂非懂道 威力比其法则如何 月龙道人道 第三重法则 我尚未领悟 所以也不清楚 但肯定比一二重法则高明的多 我曾拜访过一些少有人知的原因 后期的苦修士 他们均认为意境就是通往黎晨境界的那扇大门 但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似乎还缺少一些什么关键东西 叶白微微点头 胸中却是波澜起伏 月龙道人盘坐在他的身前 沉声道 我领悟的这门神通 叫过亘古荒芜 集中心神 看清楚了 说完之后 月龙道人眼中神是闪电一般射出 直入叶白眼中 嗡的一声鸣响 无数陌生的资讯 轰然灌入叶白脑海 在他意识海中迅速翻腾起来 头颅一阵长痛 叶白知道自己将要面临异常罕见的大机缘 咬紧牙关 强忍着疼痛 静心凝神 进入无物无我的空灵之境 月龙道人合计白一二人大战璀璨老祖的景象 立刻出现在他的身边 叶白仿佛置身于那片荒芜的时空里 陨石渐雨 从天而降 山河破碎 洪水洪流 一幕幕末日景象 令他心神俱颤 万物死即后的天地悲凉 从四面八方 向他涌来 心中生出万念俱灰 生不如死的古怪感觉 现实空间里 叶白的身躯开始微微战斗 额头冷汗直冒 气息迅速衰落下去 直落低谷 死气从生 月龙道人脸色一惊讶 连忙终止神师的传颂 一直点在叶白的美心 砰 就在叶白心神不可自拔之际 诸般幻象 破灭一空 清凉之意从美心流入脑海 抚平他心中巨大的悲凉之意 叶白猛然睁开双目 察觉到自己气息的低落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若非月龙道人及时出手 自己恐怕已经散工而去 成为凡人 甚至绝望而死的存在 波谢老师 叶白抹了一把汗水 呼吸仍有些急促 月龙道人神色有些疲惫到 以你如今的心性意志 接触到意境 还是太早了一些 一不小心 便会受到别人的意境影响 不可自拔 从而走火入魔 这门神通 你暂时还是不要深究了 叶白郑重点头 月龙道人又取出一张预检道 这张预检里 就是施展这门神通的首诀 叶白叹入神室看了一眼 头皮发麻道 好复杂的法觉 月龙道人哈哈笑道 你以为上古神通是法术小道 那种大路或色吗 光是创出这套法觉 就花了我几十年的时间 你若是有本事 将来自己简化吧 叶白善善一笑 月龙道人正色道 法觉只是其次 领悟意境才是关键 以后你下山游历的时候 可以去这几处荒凉之地 亲自感受一下沧海桑田 天地反复的巨大变化 说完之后 又取出一张空白欲解 打入了数十个印记 叶白接过一看 均是一些地名和地图 路途颇为遥远 只能留待日后了 月龙道人站起身道 专心修炼吧 我过不了多久 就会离开宗门 你好自为之 老师保重 叶白宫身行了一礼 第四百七十章飘然而去 血色山林 无名山谷 过空声响 七八个原因修饰 闪电一般出现在山谷之中 将战相真人重重包围 战相 你的主子已经被白衣师兄和月龙师兄杀了 现在轮到你了 钟离子与黑山如墨 卓尔不群 一派自信油然风采 半人半向身躯的战相真人 如同小山一样屹立在大地上 见到为上来的修饰 只是微微扫了一圈 有黑猙獰的面孔上 没有任何惊惧之色 反而不屑道 老祖神通广大 继白衣和月龙二人 才是元英中期的修为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众人哈哈大笑 钟离子语道 月龙师兄常年在外游历 早已晋级元英后期 白衣师兄也在几个月前晋级元英后期 这些血物虽然阻隔了神室探查 但几天前那场大地轰塌的动静 战相你总该听见了吧 你的主子就是死在那个时候了 战相真人终于色变 他当年反抗璀璨老祖的时候 也曾弄出了不小的动静 但最终仍被收服 因此一直以为 不过是又有人和璀璨老祖大战了一场而已 结果当然是同他一样 钟离子语等人冷冷看着 没有立刻展开攻击 不知打着什么主意 片刻之后 战相真人眼中突然一亮 眼珠凝成两点 兴奋狂笑道 如此说来 我倒是要感谢月龙合计白衣了 老子以后都不用授纳的老怪的奴役了 钟离子语微笑点头道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不过要你今天保得住性命才行 战相真人冷哼了一声 突然拔对而起 向着天空逃去 人在空中 瞬间幻化成了一个身高近障 魁梧雄壮的大汉 身法迅捷无比 老子要走 你们谁能拦得住 战相真人留下一连窜得意的笑声 没入血雾当中 钟离子语等人没有追赶 反而一脸细虐的笑意 战相胸 此路不通 战相真人刚刚略出血雾的最上端 脸色突然巨变 仿佛触发了某种古怪阵法一样 天地元气 陡然剧烈涌动起来 称百上千的巨大银白剑王 从天而降 砍向他的头颅 剑王上方 一个一头火红色头发的雄壮老者 手持一叠浮露 打向山谷上方的八个方向 呼 剑王入体 战相真人猝不及防 立刻遭创 肉身被割开一道尺长的伤头 血流如注 眼看其他剑王密密麻麻而来 战相真人害得魂飞破散 连忙飞回雾中 红发老者也不追赶 只是冷冷一笑 钟离子语见到战相真人仓皇逃回 轻声笑道 战相 我特地从白衣师兄那里 借来了万军建阵符 整座山谷 都被封锁了 你没有任何生路可走 战相真人恢复半人半相之身 脸色阴沉如死 目中献出疯狂之意 怒喝道 是吗 那我便将你们一起杀了 闯出一条生路 说完之后 元气狂涌如潮 大地神通展开 地面四分五裂 深渊立陷 上百巨大的土生人形的怪物 轰向众人 大战终于拉开 几人当中 以冷百魂修为最事深厚 其他如钟离子语 慕容着几人 也多少领悟了几分法则 山谷当中 一时间场面壮观无比 乌云毒气 烈火雷霆 数样法则神通一起轰向战相 斩查功夫不到 战相真人轰然到地 瞪大的双眼中 再没有任何神采 钟离子语释放出一团火焰 将他的腐烂之身 稍微灰烬 灭杀了战相真人 钟离唯唯一探 望向北方 心中道 那边的元英老怪 也该收拾了吧 血色山林的这场青角战事 一直持续了大半年之久 钟离子语等人 灭杀了元英奇的爪牙之后 就在没有出过手 只是偶尔帮小辈弟子们压压阵 年轻一辈的弟子 在这一场战事中 收获极多 法宝不谈 光是这大半年的杀戮 就足以使他们的心性和法术的运用暴涨一劫 其中也涌出了不少表现极佳的弟子 碧落双子 周锦绣 华锦兰 青鹏等人修为虽低 表现却相当优秀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反而是太隐门的弟子 因为人多事重的缘故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修士 但谁也不敢小看了他们 谁都知道 太隐门年轻一辈中 最优秀的几个修士 一个也没有来 大半年后 参加此战的修士 一起站于一座小山顶上 遥望不远处的血色山林 均都心中感慨万分 此刻的血色山林 红雾已经散尽 白骨也焚成了碳灰 呈现出一片火烧后的焦黑之状 有些烧得早的地方 地面已经长出了新生的绿色 引现生机勃发之意 即白衣唯唯点头 陈生道 诸位道友 此战便算到此为止了 虽然死伤了一些门人弟子 但好歹清除了这片魔域 对我们古原山脉中的所有修士来说 也算一桩功德 剥谢诸位道友 前来参加此次行动 众人连忙客气 神色均都欣然 反倒是年轻弟子们 有些意犹未尽 这样长时间的连续战斗 即使放到混乱的葬神海上 也不多见 众人拱手告辞 向着不同方向 各自散去 随着这场行动战果的传开 太乙们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顶峰 而继白衣和月龙道人 则被誉为古原山脉中 最顶尖的两尊大修士 钟离 我们的弟子伤亡如何 继白衣目送众人离开之后 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钟离子于脸色一正 语速飞快道 死了五个精丹出奇 两个精丹中奇的修士 只保住了两人的元神 其他弟子有些受了不轻的伤 即使恢复过来 以后也几乎不可能再进一步了 继白衣点头道 夺舍的事情 你去安排吧 回到宗门之后 从宝库中挑些上层的法宝功法 赏给所有参加此战的弟子 是 大师兄 钟离子于英氏之后 忽然有些欲言又止 继白衣灵觉何等敏锐 察觉到后 立刻奇道 钟离 你还有什么想法 钟离子于宇田安 杨森二人换了一个眼色 轻声道 大师兄 此战之后 怕是有不少修士 来投我们太乙门 你打算如何处理 继白衣双目为妮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 钟离子于道 挑些资质好的 收进门中 传授福道 若有天才横溢的 就由师兄弟们收为内门弟子 杨森和田安点头同意 尤其是杨森 自从楚奉臣死后 他已经没有一个徒弟了 一直惦记着 在与叶白决战之前 再收一个徒弟 留下传承 既白衣沉吟了片刻 英伟的脸庞上 露出坚决之色 缓缓摇头道 一个不收 全部拒绝了 不管是谁 无论资质有多好 为什么 杨森一脸不解语愤问 既白衣目中金光闪过 沉声道 太乙们已经到了顶峰 再壮大下去 四百年前的那庄 就是必定重演 过犹不及 给其他门派 留一线生机吧 众皆愕然 十天之后 众人回归必然 自然又是一场欢声雷动 庆祝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早 月龙道人就进了来风洞 既白衣道 王修儒那边有没有动静 月龙道人微微摇头 皱眉道 此时有些奇怪 王修儒应该早就收到消息了 但居然连一声质问也没有 实在不像他的为人处事 我担心他会对方华岛的那两位出手 既白衣气息猛然移动 目光寒光闪过 如同被激怒的凶兽一般 片刻之后 气息收去 点头道 我知道了 此事由我亲自来处理 师兄还有何事 月龙道人神色平静道 血色山灵似了 师兄和其他师兄弟们也都回来 山门安全想来也不用担心 我也该离开了 你去哪里 摩天台 找灵狐道安 算一笔旧账 说完月龙道人飘然而去 第471章摩天台清 原仓国 只是穷天东大陆的一个小国家 占地不广 资源不多 因此国中没有一个修真门派 比较拿得出手的是三个出名的修真世家 魏 丰 楚 楚凤臣便是出自其中的楚家 而在这三家之上 还有一尊高高在上的人物 原因中其的散修鬼狐灵狐道安 灵狐道安有着极佳的修道天赋 但因为出身凡人 一直难遇先缘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 才败入一个叫做轩兰宗的小门派 入门之后 又颇受排挤打压 因此性情渐渐变得阴险狡诈 最终一次算计门中师兄弟事发之后 被逐出了宗门 但此人离开宗门之后 却机遇停滞 先是偶入一位死去大修士的洞府 得到了他的传承 接着在藏神海的厮杀中 得到了数件宝物和大量灵石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修道路上一帆风顺 直上清云 修道原因出奇之后 此人杀回轩兰宗 将自己当初的宗门 涂了个一前二径 从此也不再加入其他门派 做了个天地散修 而他的洞府 就在原仓国东方 凤行山顶峰的摩天台 月龙道人背负双手 步履悠闲 在山间侵蚀小径上行走 身上没有半点肃杀之气 直如踏青的宝学红如 即使身为对手 月龙道人亦不得不赞叹 灵狐到安眼光绝佳 凤行山山清水秀 风景秀丽 灵气极佳 最巧妙之处 是灵狐到安在各处悬崖孤峰之上 修起了不少雅治竹亭 一派仙家庙地的模样 叫人绝难相信 山上住着的是一尊狡诈如虎的老怪 可惜 近日之后 此风不存 月龙道人摇头为叹 不依会的功夫 就踏上了摩天台 近百间试样别致的木屋 和数间大殿 在云中引线 见过月龙前辈 两个守山修士立刻上来行礼 均是四十岁模样的男子 逐击后期的修为 灵狐到安虽是散修 确幸喜排场 收了不少散修看守摩天台 不知前辈来此 有何要事 其中一个黄衣汉子拱手问道 眉宇之间 表面恭敬 眼角却有一些冷淡 百年前 月龙道人便来过一次 还和灵狐到安打了一场 最终不分胜负 月龙道人信心而回 因此这些守山弟子 对月龙道人并没有太多敬畏 把灵狐到安叫出来见我 月龙道人神色见了 两个守山修士面面相去 另外有一个轻衣汉子笑道 月龙前辈 老祖外出游历去了 不在山上 月龙道人微微瞥了二人一眼 目中寒芒闪过 轻生赤道 两个不知死活的小辈 中指为淡 两点金色印记闪电 一般射入二人体内 哼 二人顿时浑身火起 熊熊燃烧 成了火人 前辈饶命 老祖救我 二人害得脸如土色 在身上猛拍 甚至招来水气 却怎么也扑不灭身上的火焰 这团火焰仿佛从二人的五脏六腑中燃烧出来一般 犀利的惨叫 在山顶回荡 房屋之中 立刻掠出几十道身影 各个眼中冒火 气眼汹汹 你们两个混蛋 瞎吵石吗 打扰了老子修行 看你们如何陪我 石吗人 敢来闯磨天台 月龙道人面无表情 看也不看略出来的修士 只是轻轻冷哼了一声 众人顿时如遭重疾 心脏仿佛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痛到抽搐 修为深厚的 脸色苍白如纸 修为低的直接狂喷出一大口鲜血 轰然落地 惨叫声渐渐停止 两个守山修士 在向着某一个方向跑了十几步之后 焚为焦叹 山中再次恢复了一片寂静 没有一点人声 众羞呆呆地看着大发雷霆 却又神色平静的月龙道人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月龙 你三番两次 来我摩天台捣乱 究竟意欲何为 一道暴怒的叫嚣之声打破宁静 从云中某间大殿传来 过空之声 既肩且急 几席功夫 一道人影便出现在广场之上 寒冷阴森之气 狂卷而来 山风呼啸 灵狐道安身财中等 穿着一身灰色道袍 五十多岁的模样 面白无须 满脸英至恒生之色 若说出其之处 便是他的一对眼睛 异常灵活 闪动个不动 一副小心谨慎 仿佛随时都会把腿逃跑的模样 你已经进阶元 因后期了 灵狐道安目光一景 月龙道人微微偏了他一眼道 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一年前的那场古猿山外大战的消息 难道至今都没有传进你的耳中吗 灵狐道安眼线茫然之色 也难怪他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闭关当中 摩天台虽然算不上与世隔绝 但山上修士 没有他的命令 也是不敢随意下山的 你们太乙们自诩名门正派 难道也打算以示压人吗 灵狐道安的脸色难看之极 百年前的那场大战 他心中有说得很 月龙道人因为没有真凭实据 并没有施展出权力 如今百年过去 月龙道人修为又有精进 他更没有把握战胜对方 月龙道人神色冷峻道 我只想知道 我的大土耳乌云 是死是活 人在哪里 太乙门是不是名门正派 我不在乎 至于已是压人的事情 我也不介意做上一次 灵狐道安少见的目光不闪 截然道 月龙 我已经说过数次了 你徒弟乌云的失踪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月龙道人淡淡道 你在碧栏山外 潜伏的暗子 已经被我抓住了 可惜刚刚搜魂 就中毒而亡 老狐狸 你还是那么算无遗漏 灵狐道安脸色不变 坦然道 老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当年活着出来的 还有三人 你不去找他们 却竟来找我麻烦 莫非是欺软怕硬 欺我是个散修 不敢去惹子府和绝地公 说到最后 一副慷慨激昂的愤然模样 月龙道人唯唯一笑道 论心计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你那几个案子也死了 我没有得到证据 但我另有管道 知道是你下的手 已经足够了 这又不是衙门审案 难道没有证据 我徒弟的仇 就不报了吗 灵狐道安 脸色中变 只听月龙道人 谈笑自若的平静声音 就知道这一次绝难信念 吼 一尊几十丈高的 三位妖狐的巨大身影 突然出现在 灵狐道安的身后 妖狐现身之后 朝着天空的红日 发出一声诡异的吼声 天象突变 黑暗来袭 青天白日消失无踪 仿佛被三位妖狐一口吞下 四周见不到一点光亮 月龙道人眉头为咒 黑暗当中看不见任何东西 连神师也仿佛被某种力量阻隔一样 刚刚谈出声外 就谈了回来 月龙 这就是我用原金石符 从那快玉壁上领悟的神通 我命名为吞天逝日 至今从未施展过 今天便拿你一事威力 灵狐道安的声音 从黑暗中传来 此老察觉到不妙 抢先出手 一出手便是一招残缺的上股神通 哼 一股大力传来 直接轰在了月龙道人的身上 月龙道人喉咙一甜 心中惊讶不已 事先他竟没有察觉到任何原神法力波动的痕迹 好神通 你也常常我领悟的亘古洪荒 月龙道人身上散发出 一层白色的光盾 硬生生的抵挡住 灵狐道安的一技技攻击 一边双手飞速掐绝 无边的黑暗之中 一点火红色的光亮 从天边图现 属席之后 越来越多 越来越红 千万陨石从天而降 砸向月龙道人身外的所有地方 火红与黑暗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妖异而又奇特的画面 轰轰暴响连连 灵狐道安灰色的身影 在黑暗当中疯狂躲闪 瞬息之间 就被砸中树记 吐血不止 不知过了多久 黑暗突然消散一空 一道破空之声 略向远处 月龙道人心中一动 收去亘古洪荒 只见灵狐道安 正向着天边远处疯狂逃逸 月龙道人瞳孔萎缩 不慌不忙 取出紫金鱼狐 揭开一道细微的小口 一道消神金光 激射而出 瞬间追上灵狐道安 灵狐道安 察觉到身后 追来的打破空间般的恐怖气息 脸色铁青 飞快地取出一面 银色盾牌挡在身后 银色盾牌 融成银水 哗然落下 灵狐道安惨叫了一声 气化成烟 月龙道人收起紫金鱼狐 扫了地上一眼 只见摩天台 已经被二人打得房屋倒塌 狼藉不堪 回去了大半山头 山中修士尽数倒在血泊之中 只有有限几人还有细微的生息 但也凭死不远 月龙道人大袖一挥 一把射过其中一个半部原鹰的修士 鹰尘道 我的徒弟乌云究竟在哪 是死是活 修士满眼惶恐 断断续续道 前辈 我真的 不清楚 月龙道人又道 灵狐溪呢 修士道 少主 下山 游历了 至今 未归 月龙道人目光一冷 将修士抛落地上 沉吟了片刻 想起紫金鱼狐的干系太大 狠了狠心 一掌拍下 将山上所有修士尽数灭杀 又在各处搜寻了一会 无果之后 才飘然离开 第472章宏图中线 时间匆匆流过 黎明前的黑暗 如同春江潮水一般 渐渐褪去 天下大白 清晨的阳光 透过参天古树的树梢间的缝隙 洒下一片斑驳的影子 落在索龙池门口的大石上 上群端坐石上 身外的白雾猛然卷成两条白色长笼 钻进他的鼻孔之中 收工完毕之后 上群的目光转向身后的索龙池 这几年来 上群准时的无法安心打坐 总是忍不住朝索龙池中观看 每天日出十分 索龙池中便传来恐怖的雷微波动 雷霆电光从索龙池深处蔓延出来 索过之处 一片银芒 仿佛池中深处 锁着一头愤怒的雷系妖兽 那个小子究竟在搞石吗 上群满头疑惑 不用进入索龙池查看 也知道一定是叶白搞出来的名堂 因为索龙池中其他关押的修士 都已经放出来了 如今索龙池中只剩叶白一人 而叶白的面壁结束之日 就在三天之后 突然 上群耳根一动 滋滋的电流之声 如约而至 上群向索龙池中看去 双目猛然一睁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一尊手持雷霆大剑的人形雷电怪物 从深处的拐角走出 雷霆剑是空洞的眼中 没有任何神采 仿佛冰冷的怪物 一步一步往索龙池口而来 听不见半点足音 但堪比经单后其修士的气息 已经足够嗨得上群魂飞魄散 瞠目结舌 右手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除雾带 他的惊骇还没有结束 在雷霆剑士之后 雷霆弓手 雷霆战车 甚至雷霆凡人等等 一尊尊雷霆拟化之物 接连出现在他的眼帘之中 令他眼花缭乱 修 看着步步逼近的领头的雷霆剑士 上群顿时有些口干舌燥 再不敢犹豫 立刻摸出了一张金光闪闪的符路 仰手就要砸出 助手 一道魂后男生突然传来 门主 上群文身回头 一袭白衣 因为霸气的记白衣 背负着双手 从空中步步走来 看着锁龙池内 眼中神采奕奕 除了浓重的欣赏之色外 似乎还有丝丝隐晦的战意 战意 对那的小子 这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之后 连上群自己都觉得可笑 一定是眼花了 要知道自从百年前的那场古猿大战传开之后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已是公认的穷天东大陆最巅峰的修士 百年过去 他又有了什么新的领悟 上群不清楚 但敢肯定 绝不会停滞不前 更不可能倒退 而叶白又是什么身份 虽然修为精进速度令人炸舌 但充其量仍是个精丹中奇的修士 比起他来 都还有不如 这样的后背 怎么可能令继白衣升起战意 嗖嗖嗖 过空声响 人影接二连三落下 银河道人 书画双痴 田安阳森 钟离子宇 在碧蓝山上的几个圆阴长老门 一起赶了过来 众人神采不易 银河道人抚须点头 书画双痴摇头苦笑 田安满眼羡慕 钟离子宇哈哈大笑 阳森满目阴沉 为庭见识旁若无人 出了锁龙池后 直接跑到了几十帐外的阔地处 持剑而立一副随时听命的模样 一个个雷霆拟画之物 随后走出 各自陈列 乍一看去 锁龙池外 仿佛被重兵包围一样 雷霆景象 一直持续了小半个时辰 锁龙池内外 挤得满满当当 银色电光泛滥长海 啊 锁龙池深处 突然传来一声龙银虎啸般的巨大小声 声如雷霆 直冲云霄 引动天空云雾争腾 风雷滚滚 笑声中充满了心愿中长的兴奋 痛快 与酣畅淋漓 蜀席之后 雷霆景象 寸寸碎去 化为云烟 众人尽力旁观 独独的脚步声响起 杨森当先离开 脸色凝重之极 天生奇才 连法则神通也可以完整地释放出来了 叶小子将来若是没有半道陨落 前途不可限量 即白衣冷然赞叹 目中战役更浓 这一次 尚群终于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田安挠了挠鸡窝样的乱法 嘟囔道 大师兄 何时把墨二从广元楼中换回来专心修炼 我已经不如月龙师兄了 总不能徒弟也不如人家的徒弟 即白衣摇头笑道 你放心吧 你的那个宝贝徒弟 将来的成就 未必就低于叶白 不过他的福道 与你不同 不该局限于埋头苦修 我已经为他安排了最合适的修炼之道 田安一愣 大喜点头 继白衣的眼力见识 君胜他多矣 他既然这么说 那定然不会错 众人大笑散去 只留下听到法则神通四个字以后 呆立当场的上群 那个小子 领悟了雷霆法则 还成功释放出了法则神通 牢房之中 叶白仰面烫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上汗如雨下 虽然成功施展出了雷帝红图 但法力依旧耗去了三成之多 即使他这百年来 已经疯狂吸纳雷零食中的灵气 还是感到吃不消 法则神通于现在的他来说 还是太勉强 叶白脑中此刻一片空白 心神疲惫不堪 为了成功施展出雷帝红图 并且维持一个足够长的战斗时间 叶白花了几年功夫 每天都在打熬雷霆拟雾的手法 要求自己做到极快且稳 中间不能出丝毫差错 直到今天 终于才完美释放出来 在地上躺了大半炷香的时间之后 叶白慢慢悠悠爬起 再次盘膝打坐 神色一片轻松 至此为止 百年面壁 终于到了尾声 三天之后 又是清晨 一道坚定有力的脚步声 从锁龙池中部步走出 上裙转头看去 只见叶白面带微笑走出 一派神清气爽模样 只是脸色有些白的过分 他的气息深沉如海 走动之间 均有骨子宝剑出鞘的蒸蒸气概 拨谢师兄这百年来的守护 尤其是这几年 恐怕耽误了师兄不少修行时间 叶白拱手道谢 职责所在 师弟严重了 上裙不敢拖大 回了衣礼 仔细看了他几眼 忽然一呆道 师弟 你的境界 叶白苦笑 他当然明白上裙的意思 他此刻法力之深厚 已经超出了上裙这的老牌的 金丹后期修士 但偏偏境界还是金丹中席 紫金雷丹仿佛魏不保一样 任他百年来拼命苦修 也没有出现破镜的迹象 此事叶白自己也搞不明白 更不要谈和别人解释了 只在心中猜测 该和紫珠脱不了干系 再次拱了拱手 叶白告辞离开 一片金色的晨光 从背后射来 斜斜地落在叶白的身上 将他修长挺拔的身躯 映照的光芒四射 分外耀眼 恍若神仙中人 第473章小弟逃禅 叶白不履匆匆 往山下而去 叶师兄 你出关了 见过叶师兄 一路上 故事有弟子和他打着招呼 碧蓝山鹰 铃声都显 少有人居 因此成了不少弟子切磋练法的地方 见到叶白下山 大多神色恭敬 叶白淡淡点头 便算打过招呼 倒不是他高傲 而是实在不认识什么相熟的弟子 这些年来 他常年在外游历 在碧蓝山上的时候 不是闭关 就是在山巅行走 许多弟子甚至只闻其名 未见其人 他就是叶白妈 似乎也不怎么样 才经单中其的修为 对他这个年纪来说 虽然可称天才了 但在其他各大派中 都有几个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年修士 捋着胡须道 一副以老卖老的模样 师兄你闭关太久了 关于他的事情 你还了解的太少 会这样认为 毫不奇怪 另外一个黑袍中年道 老年修士眉头一挑道 愿闻其想 话音落下 又有不少修士围了上来 黑袍中年道 此人三百年前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门中 被月龙师伯收为弟子 随后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 行事极其低调 名声不显 直到一百多年前 他从崩塌的地狱谷中 死而复生归来 实力突飞猛进 才名声大噪 不过随后他就离开了宗门 再次归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京丹中席 也即使说 至少一百年前 他就到了京丹中席了 或许还要更早 老年修士震惊道 一百年前 他才多大年纪 黑袍中年不敢肯定道 看他的古龄 一百年前 应该只有两百岁左右吧 老年修士满面通红 修残不已 他如今虽然有着 京丹后期的水准 但年龄以上千岁 与人一比 真是修到狗身上去了 黑袍中年突然小声道 听说门主 原本属于他 接下宗门的担子 但不知为何后来转位了末二 即使他从地狱谷中归来 也没有丝毫改变 众皆恶然 议论之声 随风钻入叶白耳中 叶白只是微笑摇头 并不理会 虽然面壁了百年 无论原神法力 都暴涨了一大截 但他的心性 却没有太多成长和改变 只是屁股坐得住了而已 用月龙道人的话来说 便是 时间本身不会令人成长 只有经历事情 才能磨礼心性 若非为了打 傲法力和参悟功法神通 闭关实在是这个世界上 最浪费生命的无聊事情 叶白脑海中不断回想着 月龙道人的这句话 眼中神采变幻 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明雾 若要参悟意境 非得去时间行走不可 不知不觉之间 叶白已经到了自己的山谷 刘泉依旧缠缠 松下的石桌石凳 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叶白展开神势扫了一圈 眉头为皱 月龙道人信喜有力 不在谷中 并不奇怪 但月天行也不在山上的石势里闭关 就让他有些费解了 沉吟了片刻 叶白再次往碧蓝山巅 钟离子羽栖身的朝阳风而去 走到半山腰 厚厚的云雾涌来 云风大阵 千年如一日地将山巅封锁 进入阵中 一片寂静 到了这里 除非几个内门长老 和坐下的嫡系弟子 已经在无人来 叶白匆匆的脚步声 独自回响 走了没一会 又有一道脚步声 从山上下来 叶白唯唯一争 这道脚步声 沉闷而又急促 仿佛踏脚之人 心事重重 不似修事 反而如同凡人一般 与他记忆中的截然补用 从未听过 二人一上一下 声音错落有致 不依会的功夫 前方云雾破开 现出一个白衣青年修饰 逐击中期的修为 此人二十出头的模样 长着一副娃娃脸 见眉心目 相貌甚是清秀 只是眉宇之间 笼罩着一股欲结之气 见到叶白之后 猛然一恶 仿佛被惊到了一般 眼中满是惶恐与戒备之色 你是谁 叶白声音平静 虽然站的位置 比青年矮上不少 但不怒自威的神情 却令青年修士 生出仰视般的感觉 小弟汪淘缠 见过叶师兄 小弟是新晋门的内门弟子 日后还请师兄多多关照 青年修士战战兢兢 却又强作镇定 叶白一争 几位师伯师叔又开始收弟子了 你认得我 汪淘缠目光闪烁了几下道 小弟从其他外门师兄那里 见过叶师兄的影像 叶白微微点头 拱了拱手 往山上走去 汪淘缠也不迭下山 似乎十分畏惧他的样子 叶白唯一沉吟 心里就有了几分猜测 很快 穿过风间铁锁吊桥 就到了朝阳风 叶白察觉到幕屋中 钟离子羽的气息 脚下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 进来吧 叶白 到了房前 举手正要扣门 房门已然打开 见过义父 恩 钟离子羽正在桌上 聚精会神地画着一张符 头也不抬 轻声道了一句 叶白没有打扰 只在一旁尽力观看 瞬息之后 双目猛然一睁 钟离子羽笔下画的这张符 赫然正是他上交给 月龙道人的镇字神符 看钟离子羽的手法 分明已经静淫了很久 钟离子羽额头细密的汗珠密出 目光却炯炯有神 比走龙蛇 专注而又血液 激袭之后 痴痴声响 钟离子羽手中的白玉样的伏笔 引线出一道道裂缝 随着他的下笔 裂缝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钟离子羽中平下手腕 随手扔掉伏笔 抹了一把汗水 摇头叹息道 差得太远 莫尔的见解不错 若没有一管好笔 是划不出这张符的 叶白笑道 异腹太苛刻了 能够研究出洛比的手法 已经很不容易 伏笔之事 可遇不可求 钟离子羽笑着瞥了他一眼 突然目光一定 眼中金王闪烁 大惊失色道 怎么可能 不过是闭关百年 你的元神 怎么会暴涨得如此之快 几乎快赶上 普通的元英出其羞逝了 叶白淡淡笑道 侥幸而已 吃了些不错的灵药 这百年闭关里 他已经将云霸仙遗留的 三宝之一 大补元神的金龙之嫌吞下 除此之外 还日夜疯狂运转 太上感应天 催动两尊元神之躯 从意识海中 汲取吞噬下的魂族 分离后的元神水雾 精进之快 连他自己都择舍不已 钟离子羽叹道 你倒是好福元 难怪有足够的元神之力 施展出完整的法则神通 叶白微微一笑 早料到施展雷帝宏图的动静 瞒不过几位元英修士 义父 老师和我的徒弟月天行 去了哪里了 钟离子羽道 血色山林的事情结束之后 月龙师兄就离开了宗门 不久便传来摩天台青 灵狐道安身死 魂灭的消息 我猜该是他干的 不过以后他去了哪里 我也不清楚了 他也没有回过碧蓝山 叶白心中一喜 灵狐道安既然死了 他以后也就不用再 辛苦改头换面了 这倒是个好消息 至于月龙道人 想必仍在追查 黄泉界的消息 以他的实力 倒也不用担心安慰 至于你的那个小徒弟 白衣师兄已经做主 让他去苍国山上 长长见事 一位待在碧蓝山中苦修 并非好事 他在离开之前 倒是去看过你一次 不过见你正在全神修炼 就没有打扰 叶白点了点头道 如此也好 义父 我在来朝阳风的路上 见到一个叫汪淘缠的人 此人是 钟离子羽脸色一紧道 他是杨森在几十年前收的弟子 大战之后 许多修士慕名来投我们太尹们 白衣师兄原本决议一个不收 但最后拗不过杨森 准他收了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此子自知也算上成 不过心性还缺历练 叶白其道 他为何急着收徒 钟离子羽唏嘘道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看好和你的比试 所以才想提前留下一脉传承 叶白皱眉道 那不比旧事 何必为了处凤臣一个已死之人 折损我们太尹们的战力 钟离子羽无奈一笑 声音温和道 你的老师月龙是一个好老师 杨森也丝毫不差 月龙师兄为了报乌云的仇 不顾一切挑了灵狐到安德摩天台 他为楚凤臣报仇来杀你 又有什么难理解的 叶白一呆 目光恶然 第474章在他征程 叶白 如果没有大冲突 你不可以杀汪陶禅 否则白一师兄不会轻饶你 钟离子羽脸色严肃 叶白笑了笑 油然道 义父想多了 他不来扰我 我又何必去杀他 那的小子和我的差距很大 而且会越来越大 我的目光只会盯着 站在更高处的修饰 钟离子羽欣然点头道 你的眼界 的确应该放得更高远一点了 你若是一直保持 这样的速度进不下去 在未来的某一天 或许白一师兄也会忍不住出手 和你过几招 叶白一争 目光出奇的冷峻 神采变幻 钟离子羽不愿多谈此事 话锋一转道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叶白回过神来 想了想道 不知义父可认识精通静致和练气的高手 我想学习一下这两门手段 请义父带为引荐 钟离子羽惊讶道 你怎么学得过来 光是一门主修功法 已经让很多修士感叹时间不够用了 叶白略略道 我曾得到一些高级的静致和练气的法门 若是放弃不用 实在可惜 但又一直苦于无人指导 钟离子羽唯唯点头 想了想道 你要学习静致 原本千代师妹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你也知道 她性子古怪 加上你我的关系 她是绝无可能传你的 况且因为百年前的那场变故 方华岛已经被她彻底封锁 不见外客 叶白旗道 百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钟离子羽道 青角血色山林的时候 白衣师兄击杀了万水门竹水 吴王羞儒的儿子王世衍 王羞儒不敢来扰我们避阑山 却找上了方华岛的麻烦 千代师妹仗着岛上的静致 苦苦支撑 最后还是白衣师兄亲自赶过去解的围 不过千代师妹并未领行 将白衣师兄赶走之后 直接疯倒了 叶白点了点头 扑口而出道 琉璃师姐如何 有没有受伤 话一出口 叶白就有一些尴尬 即白衣出手 肯定是万无一失 自己又何必多此疑问 果然 钟离子宇满眼笑意 打赤道 你很关心他 叶白抿了抿嘴唇 善善笑道 真的只是随口一问 钟离子宇哈哈大笑道 我也只是随口一问 他们受了些伤 如今该早就痊愈了 叶白恶然 钟离子宇正经道 其他静致高手 我倒是认识几个 但不会介绍你去 叶白愣道 为何 钟离子宇抽了一口凉气 有些难以启齿道 老夫年轻的时候 是个混蛋 结交的朋友 也大都是些心术不正 阴险狡诈的修士 你去了他们那里 第二天就会连骨头都不剩 即使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会动你 老夫也不希望你跟着他们学习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放到修真界 同样适用 叶白凛然点头 真切地感觉到 此老对自己的关心 钟离子宇接着道 至于练气 西大陆最出名的练气门派就属百炼门 而百炼门中最出名的练气高手 又属王师 白一师兄和他倒是有几分交情 你想达成这两桩心愿 还要去请他帮忙 叶白唯唯点头 依稀记得记白一次给自己的上邪剑 和南宫和曾用来对付季苍王的绝影之刃 都是出自此老之手 拨谢一付 叶白又请教了一些修炼上的事情 才告辞离开 到了来风洞前 洞口的松下 已经没有了那一抹白色的倩影 叶白心神微微有些恍惚 片刻之后 叶白将异样的情绪排出脑海 在石壁上轻轻扣了扣 响声叮咚 直入洞中 进来吧 许久之后 耳畔才传来 继白一浑厚的嗓音 叶白随声走近 到了洞底 纪白一已经收工完毕 正拿着一张玉剪 随手翻看 见过师伯 叶白拱了拱手 纪白一放下玉剪 抬起头来 深深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血亮如刀 锐利异常 仿佛要将叶白看穿 几席之后 纪白一目光才渐转平静 感慨道 可惜 你终究与福道无缘 否则福道巅峰上 必有你的一尊座位 叶白一愣 也不知道如何计划 没有开口 此事认真论起来 还是他辜负了太乙门的栽培 纪白一道 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 叶白忙将学习静置和练气的事情 讲了一遍 纪白一听完 陈寅道 王师与我 确实有几分交情 但慈老的脾气异常古怪 想要随他修习练气之道的修士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但真正能被他收入门下的 却没有几个 你虽然天赋绝顶 但那是在修炼上 至于练气资质如何 我也看不透 他肯否收你为徒 还要看你的造化 叶白沉吟了片刻 拱手道 请师伯引荐 纪白衣唯唯点头 取出一张空白玉解 打入一连窜印记之后 递给他道 百炼门的宗门 在三大仙都之夷的玉京城内 你此去正好见识一下穷天西大陆的顶尖年轻天才 免得窝在小小的古原山脉当中 娇精自大 叶白双目唯咪道 都有谁 纪白衣大有深意地笑了笑道 子府的海狂澜 九重天宫的郭白云 都是千年仅见的天才 与其你来 毫不逊色 他们背后的宗门 更提供着他们海量的修道资源 实力不可小觑 除了之外 还有许多稍次一点的其他宗门的天才 叶白目光萎缩 将这几人记在心中 纪白衣接着道 至于静止大师 我确实认识几个 但他们都是避走自真的家伙 除非你脱离了太乙门 加入他们的门派 否则绝不可能传你 你要自己想办法了 叶白默然点头 辞了祭白衣后 叶白又去拜访了青竹子 辞老当年的伤势已然痊愈 第二天一早 一道剑光变出了山门 往西方略去 玉京城在古园山脉西方时 数万里之遥 叶白如今一身轻松 也不急着赶路 路过苍博山的时候 还特意上山看了看 网园楼依旧生意火爆 末二迎来送往 八面玲珑 叶白没有改头换面 入店之后 找了个角落看着 如今他算是明白 太乙门出售的福禄 最多只适用到 京丹初中期的修饰 更高级的福禄 是绝不对外出售的 因此店中的客人 大多修为不高 末二见他进门 眼中一喜 点了点头 但依旧先忙着手中的事情 直到了过了斩茶功夫 末二才腾出身来 将他引入后院 师弟精进 叫人钦佩 末二挺着大肚子 笑咪咪道 师兄何尝不是 叶白满面笑意 百年过来 末二也终于到了 京丹初期 气息稳固 太乙门中对他的关照 想必不少 叶白仔细看了他几眼 总觉得末二身上 另有一股古怪的气息缭绕 充满了空灵之意 想来又领悟到了某种福道境界 刘允如何 叶白问道 这件事情他始终有些担忧 末二指着一间房子 摇头看到 那的死光头疯了 一百年没有出过门了 看样子 不修道原因 视觉不会出关的 至于受缘丹药 我一直在收集药材 请春秋子前辈帮忙炼制 不过收获不大 还得看他自己的努力 叶白微微点头 月天醒了 末二指着另外一间房子 精神一阵道 那的小子倒是修道的罕见天才 如今已经有了逐机中期的修位了 我看迟早会赶上我 师弟你收了一个好弟子 叶白点头 思索了片刻 取出一枚吃龙果时道 这枚吃龙果 你帮我交给他 我就不打扰他修行了 他若是修炼你了 让他自己下山去闯荡吧 末二一争道 你要去哪里 叶白沉声道 我要去与京城一趟 归其不定 第四百七十五章红尘所示 夜幕降临 叶白升起一堆柴火 就这熊熊的火光 烧烤着一只刚打的野兽 片刻之后 肉香四溢 叶白喝着美酒 大快朵頤 即使修到已经三百多年 许多凡人的习惯 他依旧没有丢弃 洗肉 好酒 修炼之余 也会每每睡上一觉 西秦国 天罗宗 叶白取出地图欲解 细细观看 口中小声念叨 这张地图欲解 是末二利用自己的人脉 平常收集来的 许多地方 记载得非常详细 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之后 叶白已经到了 谷原山外的西部边缘 再往前去 就是一个凡人的国度 名叫西秦 说是凡人国度 其实幕后都与修士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譬如东来国的水城相都 实际上的城主 就是沧海一先求真 这位大修士 不过此老坐镇相都 并非为了私利 而是因为本身出生于那里 情感极深 自愿常年以大法力 镇压海潮 镇着海中的妖兽 和葬神海上过来的 凶残邪修 这也是叶白 最佩服此老的地方之一 换成是他 几年几十年尚可 但要数百上千年如一日 是万万做不到如此坚持的 而西秦国背后支持的修士 大都来自于一个 叫做天罗宗的门派 这个宗派的目的倒也简单 就是奴役凡人帮他们 去深山当中开采林矿石 凡人劳役极重 因此国中百姓的日子 并不好过 看到这里 叶白微微摇头 九足肉宝之后 叶白熄灭了柴火 盘膝而坐 闭目打熬法术 漆黑的洞穴中 只见两团拳头大小的银色雷球 在叶白的掌心里 不断闪烁变化 时而人形 时而妖兽 跃动不停 栩栩如生 这是他从刘允那里 学来的空雷手法 在苍博山上的时候 又见识到了要老春秋子的玩火手段 越想越是觉得有道理 把最简单的事情 反复做上无数遍 熟能生巧 如此而已 他的法术神通已经足够 如今只差刻苦修炼 一夜时间 匆匆过去 天空远处 渐渐泛起了一抹鱼杜白 但山中仍是一片昏暗 沉雾弥漫 你们两个小子 若是再不跑快一点 就要被我追上了 等我抓到你们 定会抓回去斩首示众 以警校友 哈哈哈哈 一道阴阳怪气的男子声音 从远处传来 在静谧的山林中回响 充满了冷酷玩味的意味 洞穴之中 雷球顺收 夜白猛然睁开双目 眼中流过一丝电光 望向西边的方向 神势如往一般 迅速撒开 只见两道男子身影 正向着林中狂奔而来 满脸的不甘与绝望之色 二人巨是二十多岁的汉子 衣衫蓝绿 头发凌乱 身上鞭痕密布 骨架高大 偏又瘦骨凌循 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似乎还常年瘦到欺凌 身上没有任何法律气息 只是两个凡人 二人脚步亮呛 眼中一片迷茫与挣扎 似乎心中没有方向 只知道不停地逃下去 而在他们身后 一个身穿青色道袍的青年修士 正驾剑追来 速度极慢 显然没有放手追赶 此人脉香颇家 只是满眼桀骜 凶残之色 嘴角还勾出一抹猫戏 耗子般的森森笑意 青年修士只有练气后期的修为 但对付两个凡人 已经足够 叶白眉头微微一触 他的手上 如今也是沾满了修士的鲜血 实在算不上什么道德真修 但唯独不喜欢对凡人出手 至今为止 死在他手里的凡人 也只有老君族 燕老刀和赵五三人 这三人也是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元凶 稳 叶白朝着青年修士的方向 冷冷喝了一声 静谧的山林里 如同狂雷响过 山风猛然一阵呼啸 沉雾倒卷而去 两个凡人被突如其来的响声 害得蝶坐地上 瑟瑟发抖 而青年修士则是身体猛的一颤 差点从剑上掉落下来 摇摇晃晃地定住身体之后 双目紧张而又骇然地看着四周 但这声怒喝之后 就在没有任何动静 山林恢复静谧无声 青年修士放开神室探查了一下 也没有任何发现 眼珠转了几下 傲气道 不知何方道友在此修炼 请现身一见 这里已经是古原山脉的边缘 妖兽不多 来这里修炼的修士 修为一般高不到哪里 加上叶白刚才那一声吼 只是气势大了点 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因此这个青年修士 并不买账 实习之内 你若还不滚蛋 哪里都不用去了 冷漠威严的声音 再次响起 青年修士和两个凡人一起 看向叶白存身的洞穴方向 青年修士冷亨道 在下是天罗宗的外门弟子洛一鸣 阁下在说大话之前 最好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 洞穴当中 叶白摇头为探 悠然站起 不急不慢 走出洞穴 两个凡人听到脚步声 抬头看去 只见浓雾中现出一条青黑色的人影 身凉高大其长 看不清楚容貌 但光是参天古树一般的冲销气势 就令二人满眼骇然 说不出一句话来 而若一鸣身为修士 看得自然比两个凡人要清楚得多 对方的长相虽然算不上特别出众 但双目深邃得如同汪洋大海 向他设来两道凌厉无比的气息 令他感觉到仿佛面对不是一个修士 而是一尊超凡脱俗的存在 而对方的修为境界 更是深不可测 无从知晓 这样的气息 他只在天罗宗的几个地位最高的外门长老身上健博 或许还要更高深 拜见前辈 晚辈不知前辈在此修炼 打扰之处 还望见谅 若一鸣赶紧落下见光 攻身行礼 脸色恭敬无比 额头已经有冷汗密出 时袭到了 夜白面无表情 淡淡道了一声 若一鸣脸色刷白 砰的跪地 磕头如刀算斑道 前辈饶命 晚辈只是无意打扰 并非有心冒犯 轰 一道银白色的闪电 从天而降 若一鸣惨叫了一声 化成交叹 夜白转身走回洞中 若一鸣随意虐杀凡人 显然也不是什么正派修士 杀了也就杀了 重新落座之后 夜白再次操控雷球 但很快 就默然停住 熙熙索索的凌乱脚步声 向着山洞而来 速度很慢 声音极轻 仿佛心中充满了迟疑 片刻之后 两个凡人汉子出现在洞口 惊恐地看了夜白几眼 突然跪下道 仙师慈悲 请为我二人 指点一条活路 夜白沉默了片刻 遇到 你二人从何而来 其中一个脸上 有个烙印的汉子 听见夜白声音温和 神色一松 盲道 我叫张望 他叫李山 都是西秦国的百姓 被天罗宗的修士门 抓到西边的矿场中 采集零食 因为实在不堪打骂凌辱 才刺激逃了出来 请仙师指点一条活路 夜白想了想道 你们家中可还有亲人 年纪似乎小一点的 李山哽咽道 我二人俱是孤儿 家中再无一人 夜白微微点头道 那你们就向南走吧 去南方的原仓国吧 那里还算太平 二人面面相去了一眼 张望道 好叫仙师知晓 非是我等贪得无厌 往南的路上 妖兽虽然不多 凶猛的野兽确实极多 请仙师慈悲 再赐给我们二人 一个保命的方子吧 二人磕头连连 叫做李山的年轻人 还趁机偷偷瞄了火堆上 烤肉几眼 肚中咕咕直叫 也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 夜白思索了一会 取出伏笔和黄纸 迅速画了两张符 弹指射给二人道 你们把这张符收在身上 不要弄破了 符中的气息 可保你们不会受到野兽 和普通妖兽的攻击 扑写先师 我等败别 二人大喜 行李告退 回来 夜白突然道了一声 二人一睁回头 脸色惨淡 身躯战斗 难道哪里得罪先师了 夜白一言不发 将篝火上 昨夜剩下的烤肉 扔给二人 第476章 虚灵道人 张望和李山离开之后 夜白也很快上路 若一鸣酒不见规 天罗宗的修饰 迟早会寻找过来 以夜白如今的修为实力 只要不是原因修饰 倒也不用太担心 但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待到麻烦上门 出了山洞 洛义明的焦黑尸体 依旧横躺在地上 夜白大秀一圈 将他的尸体扔进北边的山林里 遇见入空之后 飞行了没有多久 便见不远处的山林中 一个矿场出现在眼帘之中 三个有黑的洞穴 通往地下深处 数百面黄鸡兽的凡人 背负着沉甸甸的竹框 在洞中静静出出 框中大部分是泥土和碎石 夜白神是探去 感觉到此灵石 矿脉一散出来的灵气不强 只属下等矿脉 洞穴外面 分散站立着不少身强体健的凡人士兵 手持皮鞭 冷冷盯着静出的矿工 见谁慢了下来 上去便是几边 毫不留情 而在几十帐外的帐篷中 尚有几道修士的气息传来 修为最高的才是逐击中奇 夜白只看了几眼 就一掠而过 他倒是十分同情这些凡人 但还没有狂妄到下去拯救他们 除非有实力可以将天罗宗 这尊庞然大物推翻 但推翻了之后呢 等他一走 不过是便宜了一个新的修仙门派 来奴役他们而已 经过数十座人烟稀少的村庄之后 一座城池出现在不远处的地平面上 开园城 夜白难难道了一句 按照地图预见中的记载 前面的城池应该就是西秦国 最东方的重要城市开园 这座城市虽是凡人城市 却建造有通往其他城市的传送阵 而那亦是夜白来到此城的墓地 很快 夜白在离城门口百丈远的一处 成片的树荫处降下见光 收敛气息 像凡人一样 走进城中 一条大街贯穿开园城 当铺 钱庄 茶楼 酒店等等 分裂两旁 呼喊吆喝 喧嚣声起 此刻正值赏武 街上人却不算多 大多是些身穿零罗绸缎的富家子弟 修饰也有一些 不够都是些练气竹基奇的小修 各个只高气扬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天罗宗虽然恨不得所有凡人都抓去给他们采矿 但也知道不可合则而鱼的道理 因此劳逸只针对贫苦的百姓 稍微有点身家地位的 都可通过捐钱捐物 来免去劳逸 夜白身上穿着一身朴素的青色长袍 入城之后 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引来不少鸡巢鄙夷的目光 这种人生百态 他在少年时期的就已经经历过 因此混不在意 只凭着神识的感觉 向着修饰集中的地方走去 他虽然不知道开园城的传送阵具体在哪 但想来总脱不开修真房市这一类场所附近 不知不觉 便转入了一个广场 行人见首 房屋却越发精致起来 店面零次结壁 房屋凋梁化洞 工具双目看去 可以察觉到一层萌萌的静止光芒 王长入口处 两个竹鸡出奇的修饰守在那里 神色冷漠 修真房市 凡人不可乱闯 小心掉了脑袋 滚 其中一个高大汉子冷冷到了一生 正眼都没看夜白一眼 夜白目光一寒 磅礴的气息从眼中释放出来 一声不吭 默然看着二人 二人双目一阵刺痛 顿时感觉到大山般的恐怖压力当凶传来 心脏狂跳 乌云压顶 哭得一声 同时喷出一口血来 原来是位前辈 我二人有眼无珠 请前辈见谅 高大汉子二人嘴角的血丝也不敢逝去 连忙行礼 神色战战兢兢 夜白缓缓收起微压 淡淡道 房市里可有通往西边方向城市的传送阵 有有有 就在房市东北角的大厅里 是快中品临时一次 通往的城市是西秦国的国都北扬城 前辈请进 高大汉子拱着身子 说得又急又快 而且介绍得颇为详细 半天不见回应 在抬眼时 身前已空无一人 转头看去 只见夜白已经飘进去几十丈远 几个闪动之后 消失无踪 二人害得瘫软在地 冷汗已经失了一身 突然 风声在响 只见一座竹子的凉窖 从不远处飞速靠近 窖上躺着一个肥胖修饰 圆圆滚滚的大肚皮 肚皮上直接扣着一个皮球样的脑袋 四肢手脚又粗又短 浑身堆积着层层叠叠的肥肉 有如一座肉山 此人长相亦有些奇怪 脑袋上一片光秃 不要说头发 连眉毛也没有半根 皮肤白皙 没有一道皱纹 因此也说不出长相年老还是年轻 一双眼睛中 一芒闪烁不停 又若电光时火 害人之急 最古怪的是 轿子的四周 见不到半个轿夫 但轿子却无人自行 且有节奏一般 上下颠动着 你们两个混蛋 怎么如此狼独 贪在地上成何体统 若让凡人看见了 岂非把我们天罗宗的脸面丢尽了 积习功夫 轿子刷的一下 稳稳当当落在二人身边 肥胖羞适不满地瞥了二人一眼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呵斥 二人连忙磕头讨饶 将刚才的事情添油加醋讲了一遍 高大汉子目光阴沉道 此人如此无礼 分明是不将我们天罗宗放在眼里 请虚灵师叔 为我等做主 肥胖羞适双目为咪 在二人身上扫一眼 突然冷哼道 你们两个混蛋 连对方的来历修为都不知道 就怂恿我去招惹他 真当老夫是个无脑的蠢货吗 对方显然是外地来的羞适 我们天罗宗虽然横行西秦国 但也只是西秦国而已 穷天之大 岂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滚蛋 二人脸色聚变 连忙闪往旁边 让开一条道路 肥胖羞适冷漠无声 运转法力 驾驭轿子 进入房室 刀锋样的犀利目光 微微看了东北角的大厅一眼 回说叶白 进了房室之后 没有立刻去传送镇那里 而是先在房室里转了一圈 这里出售的货物 比起仓博山来 挺直要插上不少 许多东西只适合逐机练器的羞适使用 很快 叶白就索然无味 出了店铺 往东北角的大厅而去 厅中面积颇大 足有五六十平 除了两个看守模样的逐机后期的修士之外 便只有一个肥胖修士老神在在地坐在藤椅上 喝着茶水 见到叶白进来 肥胖修士微微扫了一眼 眼中抱其两点都大的金光 又迅速练去 眼底有震惊之色一闪而过 叶白灵觉和灵敏 对立刻便有察觉 心神一领 但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肥胖修士有着精丹后期的修为 气息深厚 走到柜台前 放下十块中品零食之后 叶白一声不吭 转身就要走向角落处的传颂阵 小兄弟 好资质 好修为 不知道你出自哪门哪派 老夫天罗宗虚灵道人 也要到北洋城去一趟 若是不介意的话 可否容老夫和你共用这次的传颂阵 虚灵道人满面笑意 城池之间的传颂阵 一般每次可搭载数人 叶白唯唯一笑 心道 你老在这喝了半杯茶了 也不见离开 偏偏等我来了 才要一起走 这是摆明了有猫腻啊 前辈说笑了 这传颂阵又不是我设的 前辈自然用的 虚灵道人欣然点头 二人走进传颂阵后 百光一现 人影消失 第477章修真赌场 头脑猛的一尘 叶白在睁开眼时 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厅里 这间大厅 比起开原城的传颂大厅 要大上十来倍 光是传颂阵就有八九个 通往不同方向 厅中修饰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只看这气氛 就知道一定是到了西秦国的王都 北扬城 小兄弟 想必是第一次来北扬城吧 若不嫌弃 老夫愿意做的东道 带你领略一下西秦国都的风光 虚灵道人的声音 在叶白身侧响起 温和的令人汗毛指令 前辈太客气了 晚辈自己随意走走就可 不用麻烦前辈了 叶白目光为景 虚灵道人实在太过客气 实在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别有用心 说完 大步急走 小兄弟 别急着走啊 虚灵道人似乎不打算放过他 耸动着一身肥肉 三步两步就追了上来 凑过脑袋 传音道 我瞧小兄弟天资不凡 想必是出自哪个名门大派 手头一定颇为宽裕吧 啊 叶白目瞪口呆 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意思很明显 你老折歪主意打得也太直白了一点吧 虚灵道人一见 连忙摆手道 小兄弟不要误会 我对你的身家 没有任何觊觎之心 叶白停住脚 无奈道 前辈究竟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虚灵道人眼中金光闪过 哈哈一笑道 小兄弟有所不知 我们天罗宗 在北洋城的房市里 开设了一家豪华赌场 专门供修饰博弈玩耍 是个难得的好去处 我对小兄弟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所以特意喊住你 想为你引荐一下 叶白一乐 修真戒中 也有赌场这样的去处 虚灵道人见他目中满是疑惑 连忙道 此是北洋城中的修士 人尽皆知 小兄弟不用有任何怀疑 此老说话的声音颇大 传颂大厅中的修士听到之后 均都微笑着同他点头 没有任何人反驳 想来不鼓 叶白沉吟了片刻 笑道 剥谢前辈厚爱 在下对赌博实在没有兴趣 虚灵道人黑黑一笑 高深莫测般道 既然如此 老夫也不再多说 但如果我是小兄弟你 一定会去见识一下 因为那里的赌注 可不只是零食 就连许多上等的功法法宝 罕见的材料 或是破镜时候用到的密钥 也有人拿出来当赌注 小兄弟若能得到一两样 受用不尽 老夫言尽于此 告辞 说完 拱了拱手 转身离开 叶白立于原地 皱眉思索了片刻 突然抬起头 看着虚灵道人消失的方向 笑了笑 自言自语道 老狐狸 你成功了 虽然明知道会被你们天罗宗载上一笔 但我倒是真的很想见识一下 话音落下 叶白走出门 融入人流当中 出了传送大厅门 就是北洋城的修真方式 比起开原城 这里显然繁荣了太多 人来人往 往来的修饰 许多穿着明显的宗门统衣服饰 北洋城市天罗宗的重要据点 也是宗门所在 同时附近还有不少小门派 修真世家和散修 因此这里的房市 可说附近万里方圆内最出名的房市之一 叶白赚了数家 询问关于制作大罗仙剑 和末二所列的顶级伏笔的材料消息 费了不少唇舌 但均是一无所获 好在这两件事情并不着急 叶白也没有太多沮丧 转了一圈后 直接去了修真房市中间 最高大的一栋宫殿模样的建筑 门口牌匾上书着天罗堵房四个大字 修道知识 始终是从凡人修炼而来 脱不开七情六欲 情之一字 或许比凡人淡上一些 但欲望却只多不少 甚至墙上无数倍 对临时功法的欲望 对法宝丹药的欲望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有了欲望 便会产生种种行动 有人老老实实积攒临时换取 有人心存胆念杀人夺宝 还有人选择了更刺激的行动 便是赌博 修真赌场 也应运而生 叶白站在赌场门口角落处 看了好一会 才往前走去 进去的修士大多满怀憧憬期待 兴奋异常 而出来的大多却是神色低落 垂头丧气 偶尔几个或是眉飞色舞 或是神色平静的出来了 立刻也被人盯了上去 下场不问可知 而进出的修士 至少都有着金丹旗的修为 道友且住 叶白才到门口 就被守门的弟子拦了下来 拦住他的是个金丹中旗的中年修士 面色沉着冷静 身穿一袭黑衣 袖口上袖着一个古怪的印记 叶白在不少修士身上见过 该是天罗宗的独门标记 和是 叶白面无表情 中年修士微笑道 道友想必是第一次来 进我们天罗赌场 至少要有金丹出奇的修为 并且需要缴纳一千中品零食的进场费用 否则请述避宗带不接待 道友的境界当然没有问题 但还需要缴纳一千中品零食 叶白微微点头 刚才他已看到其他人都缴纳了零食 不过没有看清数量 一千中品零食 对他来说 倒也不算石磨 不过心里却对天罗宗的手段比一不已 这生意真是做到家了 进个门都要交钱 光是这一项 已经足够天罗宗赚的钵满盆满 交了零食 入门之后 喧哗燥热的红尘气息 扑面而来 整个赌场内部 比起外面看起来 还要大上许多 仿佛自成一派空间 到处都弥散了静止的光芒 这里的玩法 与凡人赌场的玩法 当然会有很大区别 叶白一眼扫去 只见数处凡人武士 或是妖兽搏斗的场景 映入眼中 每一处搏斗场外 都设下重重静止 隔绝了修士的传音或是施法 以免出现气急败坏的修士干扰的情况 不过叶白绝不相信天罗宗自己不会做任何手脚 赌场这种东西 就算在凡人的世界里 都是老千平出 更何况心性更加狡猾的修士 每一处静止前 都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 一个中观模样的天罗宗修士站在桌后 神色恭敬而又冷静 一副公正无私的派头 而在桌子的另外一边 则是围了一堆的修士 各个满眼狂热之色 显然已经堵红了眼 两万上品零食 老子堵纳的瘦小子银 他身上虽然没有挤两肉 但老子就忠意他那股很静 一个大嗓门的修士喊了一声 声音震得众人耳目一通 叶白转头看去 是个身材异常高大的修士 几大丈高 站在人堆里 特别显眼 此人说完之后 就摸出一块筹码样的牌子 丢在桌子的一边 此人气息深厚异常 竟然有着半步原因的修为 看得叶白唯唯一争 人堆钱的静置里 两个人类武士正摩拳擦掌 准备比试 二人一个是个瘦小男子 另外一个却是个青年大汉 看二人的气息 似乎都有着一身不错的武艺 牛兄 你的眼力实在不怎么样 这两天已经把家当说得差不多了 平道劝你还是买那个大个子营 一声尖细的声音 带着戏虐的笑意 在人群中响起 叶白随身看去 是个头戴高官的青袍老者 老者瘦瘦巴巴的 脸上没有挤两肉 目光深沉无比 也是个半步原因 众人听了他的话 哈哈大笑 牛姓修是眼中闪过愤闷之意 有些羞怒道 少废话 吴老道 你究竟买哪一边 还有你们这些家伙 要买得赶紧 不要拖延时间 老子还等着赚足临时回去冲击原因呢 青袍老道丢出一个筹码 放在另外一边道 老道才不跟你一样 免得沾了你的霉运 其他人一纷纷下注 不过大多是买青年大汉的那一边 各位 既然买定 鄙视这就开始 天罗宗修是见无人在下注 转身冲着镜子中的两个凡人武士 挥了挥手 二人立刻搏杀起来 一朝一世 凶猛异常 青年大汉武艺刚网 大开大合 瘦小汉子走得灵巧之道 只在场中游斗 偶尔刺激刺上一匕首 这样的打斗对修是来说 实在没什么看头 但一杆赌徒却兴奋异常 大声助威呐喊 斩查时间之后 瘦小汉子去到一个机会 寻到一个刁钻角度 挨了青年大汉一拳之后 手中匕首 狠狠插进了他的胸膛 老子赢了 哈哈哈哈 牛姓修士得意大笑 其他则是沮丧摇头 叶白看着青年大汉 颓然到地的尸体 心中猛然一颤 这场赌博 竟是生死之斗 若是如此 岂非没赌一场 便要死一个凡人 第478章 楼上暗局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修士不仁 以凡人为玩物 下壁阑珊之前 叶白心中还有些犹豫 这一次的玉京之行 若是没有收获 必然浪费很多的修炼时间 但今天看 只怕这一次 又是一场修心之旅 注定要让他深切感受到 人道之悲凉 先道之无情 叶白目光见景 诸位 还是老规矩 我们天罗宗在双方的赌注里 抽一成的水 剩下的赢家的还是赢家自己的 输家的由所有赢家按赌注的比例分派了 天罗宗的修士面无表情 将桌上的零食分派 牛姓修士收了零食 哈哈大笑 得意忘形 其他人则是一脸沮丧 天罗宗修士朝牛姓修士拱了拱手 恭敬道 牛前辈 赌桌之上 没有长胜的将军 你老既然赢了这一局 也算板回本了 晚辈建议你就此收手 我们天罗宗虽然很想赚零食 但却不愿见到各位同道倾家荡产 此人一脸诚恳之色 牛姓修士文言 大眼一瞪 急道 小子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担心老子输不起吗 老子还未赢斗破禁用的零食 怎能就此收手 再来再来 天罗宗修士唯唯一笑 不再多说 欲擒故纵 叶白探得心中一动 他在极年幼的时候 就被老爹叶大副带着耳闻 目如了许多经商的门道 这样的小伎俩自然一眼看穿 天罗宗的修士乐是这么说 牛姓修士乐不会收手 也未必就是他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但关键还是抹不开那份面子 人群中很快再次热闹起来 静置撤去 青年大汉被人迅速拖走 清理了血迹 而瘦小汉子则是走进后方的通道 下场休息 眼中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 反而显得有些挣扎 落寞无比 也许是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 不一会 再次进来两个身强力壮的武士 静置再次开启 人生鼎沸 叶白心中暗叹 往其他地方走去 除了凡人武士之间的搏斗之外 妖兽的搏斗 也吸引了极多的修士 这些妖兽似乎被施展了某种秘术 一旦赌局开始 身上便现出一层古怪的黑色光芒 双目赤红无比 性情瞬间变得胸利暴躁 疯狂而又是血 不将对手撕成碎片 绝不甘休 而在战斗结束之后 妖兽的气息又立刻萎眉了下去 一副精疲力尽的模样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凡人赌场中常见的筛子排酒的玩法 但总体来说 还是搏斗类的玩法 最是吸引修士 一个个看得热血沸腾 煞气横生 仿佛从中得到了某种变态的征服感与快意 小兄弟 觉得如何 有没有兴趣玩两手 虚灵道人不知何时进了赌场 悄无声息地来到叶白身边 满脸堆笑 叶白没有转头 看着不远处正在搏杀的一对凡人 淡淡道 贵宗抓这些凡人来做生死搏杀 以赚取零食 未免有些太过 虚灵道人眼中金光闪过 哈哈笑道 小兄弟错了 叶白愕然地看了他一眼 虚灵道人道 这些凡人并非是我们天罗宗抓来的 全是自愿来参加搏斗的 叶白祈祷 他们难道都要钱不要命了吗 虚灵道人道 他们来参加搏斗 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想求一个踏入先门的机会 我们天罗宗就给他们这个机会 只要他们赢下一百场 就可以成为我们天罗宗的弟子 从此清云直上 再不受区区几十年受缘的困扰 叶白一争 心念变传 最后合手探道 贵宗好手段 连赢一百场的武士 只怕根本没有几个 而贵宗却赚来了无数免费的劳力 虚灵道人冷漠一笑道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机会已经给他们了 抓不住又能怪得了谁 换成其他门派 只怕这样一个机会都不会给他们 叶白不再多说 这种事情实在已经说不清楚 虚灵道人道 道有可还有什么疑惑 叶白抄了一口凉气道 我看这里的筹码 都是零食 似乎没有前辈说的法宝密钥 虚灵道人又是高深莫测的一笑 小声道 这里只是比宗明面上的赌局 真正刺激的不在这里 小兄弟若是想见识 还需再破费一笔 叶白点头道 还有什么玩法 虚灵道人道 自然是修士之间的搏杀 那才是我们天罗赌房的招牌 叶白道 多少零食 虚灵道人伸出一只肥厚的手掌 神神秘秘道 五万上品零食的进门费用 舍不得掏这个树的修士 连进去观看的资格也没有 叶白微微点头 沉吟了片刻 轻声道 那就劳烦前辈引荐一下吧 虚灵道人欣然大笑 露出两排黄布拉基的牙齿 小兄弟请随我来 书完 带着叶白朝楼上而去 上楼之后 一间房间映入眼帘 入口处封着一层淡淡的静置光幕 完全看不清楚其中的景象 只依稀可见似乎光线极暗 门口处坐着一个看守模样的灰袍老者 头发花白 满脸冷漠 一副凶神恶煞模样 此老竟然有着原因出奇的修为 见过王师叔 虚灵道人恭敬行了衣礼 灰袍老者扫了二人一圈 怪笑了一声道 虚灵 你这张嘴皮子倒是不错 竟然又削了一个小子来二楼 这个月的俸禄 恐怕比起我来 都只多不少 虚灵道人连称不敢道 都是个方同道观照而已 叶白听得一恶 感情自己是被当冤大头拉过来的 灰袍老者再没有理会 虚灵道人 而是目光阴沉地看了叶白一眼 沉声道 入门费用 五万上品零食 虚灵想必已经告诉你了 小子 老夫还要再提醒你一句 里面在座的不少是原因修士 性子古怪 你若是惹出祸端来 我们天罗宗一概不管的 叶白凛然点头 取出五万上品零食递给灰袍老者 灰袍老者接过之后 在光幕上轻轻一点 顿时破开一道黑油油的口子 叶白缓缓走近 才一进去 眼前突然一暗 整个房间里 光线极暗 除了最中央的一座火石照亮的静置雷台 其他地方均是一片阴暗 数十道强大的气息 从阴暗处涌来 几乎令人窒息 叶白目光扫去 只见几十位修士 三三两两的落坐在椅上 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鄙视 前辈 请跟我来 一把温婉动听的女子声音响起 叶白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长相颇为秀丽 二十一二岁模样的逐击后期的女修 站在不远处 躬身行礼 悠悠到了一生 此女衣服上亦有着天罗宗的标记 该是里面专门伺候的修士 叶白淡淡点头 此女将叶白引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 帝国一块预检道 前辈 预检里是今天到场的修士当作赌注的宝物 前辈若是有重义的 可以与持有宝物的前辈 当面一谈 只要双方满意 就可开赌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需要先将宝物交给我们天罗宗的三长老宝馆 叶白点了点头 往预检中看去 立刻就猛然一阵 好家伙 果然都是大手笔 第479章宝物分成 太皇上人 尚挺法宝逆风周一骚 无为子 尚挺法宝千幻镜一面 百战真人 尚挺身法风雷不一天 于承海 尚挺炼体功法玉岁精深一本 叶白越看越是心经 里面许多东西 都可算得上一个小宗门牙相比的宝贝了 竟然都被拿了出来当作赌注 这些修士的疯狂可想而知 预检中不光有修士拿出的赌注的名称 还有修士本人的头像影像 以方便寻找 叶白沿着预检中的影像一一对照着找了一圈 发现大多是些原鹰奇的老怪 修为大多在原鹰出奇 各个脸色不善 预检中的东西光是看介绍就知道差不到哪里 但并没有让叶白觉得特别需要和心动的 况且牵扯到原鹰老怪 叶白也没打算轻易出手曝露身家 看完之后 叶白便将预检放下 将目光投向大厅中央的擂台 二楼的暗局 比起楼下要简单得多 只有一块擂台 擂台四周依旧用静置包裹的炎炎实实 此刻在看台上打斗的 是一个一脸阴沉的青年模样的修士 和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年道人 二人都是精丹出奇的修士 均是赤手空拳 没有使用任何法宝 只凭法术战斗 道也不难理解 一旦涉及到法宝 必将出现好坏之分 对结果的影响太大 倒不如直接用法术来的公平 叶白仔细看了几眼 双方的法术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高下之别 否则天罗宗的大修士 在背后随意指点其中一个几手 都能令不少修士书的叮当响 这样的众怒 天罗宗还是不敢犯的 二人你来我往 打得毫不激烈 比拼的纯粹是对法术的运用和操控 他们的法术虽然只算中等品阶 但为了生存下去 也不知道已经磨砺了多少遍 速度变幻之快 操控之灵活精巧 看得叶白也忍不住暗暗点头赞叹 这些从生死擂台上活下来的修士 若能重见天日 比起很多同境界的修士 将更加可怕 叶白看了片刻 心中一动 伸手招过刚才的女修 前辈你有什么吩咐 女修声音软软诺诺 宛如处子 叶白道 台上的这些修士 也和下面的凡人一样 是为了拜进你们天罗宗 才上台比试的吗 女修一乐道 一部分是想拜入我们天罗宗的散修 一部分是被长老们外出时候救回来的 需要还清了救命之恩 才能赎得自由之身 另外一部分 女修突然有些欲言又止 叶白心念一转 立刻知道剩下的那一部分 时有八九是被天罗宗抓过来的 我知道了 叶白轻轻点了点头 女修行了衣礼 乖巧地退到一边 又过了大半炷香的功夫 脸色阴沉的青年修士 终是凭借一记犀利的火刃之术 将矮小老道斩落 不过她自己也受了不轻的伤 捂着腹部流血不止的伤头 惨哼不已 但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她 听中爆出两团整齐的狂喜与叹息之声 百战兄 你的风雷布老子已经想了几百年了 今天终于借男兄的赌场一场所愿 一个身披荷场 留着两撇八字胡的老道站起身子 喜笑颜开道 于兄客气了 全靠你的眼力高明 与老夫没有半点关系 围台下方的椅子上 一个身穿白色锦袍 一直闭目养神的中年霸气男子 缓缓睁开双目 道了一声 眼中不经意间流过一缕金光 此人有着原因终其的修为 正是在赌场中主持大局的 天罗宗三长老男画龙 此老身前的桌子上 还放着一排的玉匣 想来就是众人交给他保管的赌注 百战真人是个身材高大的白发老者 脸孔方正 神色冷峻 先是狠狠瞪了雷台上的阴沉修饰一眼 才慢慢悠悠道 于兄 我的风雷不高声无比 即使你得了去 未必就能修炼成功 于姓老道就是预见中提到的于承海 此老戏虐道 百战兄这样的眼力 都能修炼成功 老道我又担心时么呢 说完 哈哈大笑 旁若无人 百战真人被他击嘲了一番 立刻眼中火冒三丈 却又无可奈何 于姓老道见好急收 脸色一正 拱了拱手道 百战兄 承让了 其实你应该庆幸你拿出的是一篇法门 左右不过是多一个人学会而已 若是一件上品法宝 那就一去无踪了 百战真人冷哼了一声 漠然坐下 赢了的修饰 纷纷到南化龙的桌前 拿回自己的宝物加上赢来的赌注 当然又交纳了一大笔零食 不过与所的比起来 显然是值得的 下一场的比试 似乎有些时间 重修纷纷高谈阔论起来 叶白与他们不熟悉 自然插不进嘴 不过旁听了一会 倒也长了不少见识 期间没有一个修饰离开 看起来应该都有着丰厚的身家 过了近一炷香的时间 南化龙悠悠站起 干咳了两声 释放出一道无情的压力 场中顿时安静下来 南化龙轻声道 诸位 下面出场的二人 一位是我们西秦国的著名年轻伞修其锐 另外一人是一位外地修士 叫做韩宇 不过手段也颇为不错 二人都已经连赢了很多场 可说旗鼓相当 最终谁能胜出 十分难说 还是要考教各位的眼力 说完之后 南化龙取出一块镜子样的法宝 往虚空一抛 顿时光芒大放 一片水面样的光幕从镜子中央 延伸开来 一直变成七八丈长 五六丈宽才停止 叶白正在疑惑之际 光幕上突然现出两个修士对战的景象 诸位 此人就是齐瑞 南化龙指着其中一个修士道 叶白随着他的手指看去 此人逐击后期的修为 长相可算阴挺 只是脸色冷漠异常 出手也相当很辣无情 影像不停变化 此人每击败一个对手 自己几乎都没有受到大的伤害 肉身硬度似乎也相当不错 听中其他修士 也静静观看 目光犀利无比 心中各有判断 过了不一会 影像再次一变 出现了另外一个叫寒宇的修士 以往的打斗场面 此人也是逐击后期的修为 赢的比赛里 大多是靠着一套诡异的步伐战胜对手 片刻之后 光影散去 南华龙收回镜子法宝道 这两段影像都是这二人半年内的战斗 半年过来 二人的实力都没有出现大的突破 诸位可以放心根据这两段影像做出判断 当然 老夫也不能保证 他们是不是隐藏了实力 若是有 老夫保证 和我们天罗宗 绝无任何关系 这段话 说的可谓圆滑之极 哪边都不得罪 众人沉吟了片刻 很快各自爆出了自己的赌注 不久之后 那个女修再次取来一张预解 交给叶白 叶白看了几眼 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只是旁观 像他这样的修士 还有不少 分散在角落里 各个面无表情 很快 其他修士下定堵住之后 战局开始 最终是那个叫奇瑞的修士 赢得了比赛 比试一场接着一场 大半天时间很快过去 输得多修士 开始掏起了牢底 宝物分成 但依旧没有叶白 重义的东西 五万上品零食 算是打了水漂了 叶白心中暗叹 起身就要离开 就在此时 南华龙的镜子法宝上 显现出了下一场 比赛的修士的影像 叶白目光枉然一定 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难难道 怎么会是这个家伙 第480章 我和你赌 诸位 下面这一位修士 是老夫几十年前 从古原山脉中救回来的 修到资质极家 老夫原本想收他为徒 可惜辞职死活不肯 老夫只好将他带来赌场的擂台 来长海这笔恩情 可惜 可惜 南华龙衣服扼婉之状 这个寡情博弈的家伙 竟然没有再次背叛师门 叶白看着影像中 相貌俊朗的年轻男子 唯唯一笑 此人正是连云到 宗无风谷的领头师兄上官飞 不过上官飞此刻 已经没有了在 白河宗老巢官风岛上的 飞扬跋扈模样 身上伤痕累累 气息沉郁 原本柔和的脸部线条 倒是变得硬朗了许多 可惜眼中神色暗淡 就连对活下去的渴望 也似乎并不十分强烈 听了南华龙的话 叶白多少知道了一些来龙去脉 不过对上官飞 为什么放弃 白河宗的嫡系弟子的显和身份 来大陆上闯荡 仍是一头雾水 影像中 上官飞的战斗场面轮转不停 上官飞此刻还是精丹出奇的水准 不过一手经济法术 倒是使得相当娴熟流畅 没有丝毫制色之感 不一会 南华龙再次开口道 他的对手 也不可小觑 此人是来自西边四乡宗的叛徒石清佛 话音落下 听中顿起一片嗡嗡之声 似乎此人有些名气 我听说过这个小子 练有一身古怪的迷魂邪功 因为迷奸了自己老师的女儿 逃出了四乡宗 之后就没有过消息 没想到竟然是在天罗赌场里 有修士轻声道 道友只说了一半 据传他的老师火麒麟珠千坊 曾经亲自出手追杀他进千里之遥 都被他逃跑了 此子绝非一般修士可比 另外一人接着道 如此说来 这一局倒是石清佛营念较大了 前一人道 后一人黑黑笑道 那也未必 还需道友自己判断 否则输个金光莫要赖我 众人一起哈哈大笑 南华龙也笑道 既然诸位有所耳闻 频道也不多做介绍 请各位自己看吧 说完 弹指朝镜子法宝上打了一记 光目中现出石清佛的战斗画面 此人三十五六岁的模样 骨瘦如柴 皮肤又黑 面目异常阴森 一双眼睛 犹如野兽 充满了残忍和掠夺的光芒 石清佛的战斗方式 也是异常的凶利 每异常的对手 几乎都被他虐杀得体无完肤 而他的目光 似乎更有着某种迷魂作用 心智不坚地修饰 看上一眼 便立刻中招 接下来都处在神魂不清的状态下 动作明显变缓 最终只有生死魂灭一条道路 只看了此人的机场战斗画面 叶白便判断上官飞不是他的对手 叶白在关封岛的时候 与上官飞见过两面 可以明显察觉到上官飞的心性 存在极大问题 轻浮躁动 而如今虽然看上去长进了一点 但求生意志似乎并不强烈 充满了自暴自弃的味道 光幕散去之后 众修各自思索 叶白站在角落里 也是目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歇时吗 原本已经打算离开 却又鬼使神差一般的再次坐了下来 老道赌石青佛营 于承海的声音率先响起 我也买石青佛 百战真人竟然也没有反驳 很快 众修纷纷出手 几乎绝大多数修士都买了石青佛 没有几人看好上官飞 这场比试到了最后 竟然只有三对持不同看法的修士立下了赌约 看得南画龙连连摇头苦笑 等了许久之后 现在没有人出声 南画龙道 若再没有人下注 老夫便把这两个小背喊出来 开始鄙视了 听中一片沉默 南画龙拍了拍手 两道身影从两个角落出的黑色的门中走出 其中之一 赫然正是上官飞 辞子穿着一身镜衫 露出两条赤裸的戈背 戈背上满是长长的伤疤 或许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对手是谁 感觉到了末日就要到来 眼中没有一丝神采 二人上了擂台之后 南画龙仰起右手 正要开启静致 前辈 情等一等 叶白突然站起 面色冷峻 眼中带着古怪的坚定之色 众人一起看向叶白 南画龙微微瞥了他一眼道 你有什么事 叶白道 晚辈想替上官飞赎身 不知道前辈这里需要什么价格 听钟一片沉默 在赌场里为人赎身 这样的事情还从未出现过 而上官飞更是猛然抬头 立刻看向叶白的方向 短暂的迷茫之后 立刻闪现震惊之色 显然已经认出了叶白 激袭之后 上官飞的头颅在此低下 眼中神色复杂无比 悔恨 失落 愧疚 种种兼而有之 南画龙听了叶白的话之后 没有动怒 反而微微一笑道 你和上官飞是什么关系 叶白淡淡道 我和他 以前是同一个宗门的师兄弟 此言一出 上官飞的头埋得更深 南画龙点头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你想替他赎身 倒也不是不可以 但他的命是我救的 救命之恩 该值多少钱 小子 你自己来告诉我 叶白默然 对方话中之意 显然没有任何放人的意思 小子 老夫不管你和那个家伙是什么关系 我已经买了十亲佛营 老夫难得这么看好一个人 这一局非打不可 你要替他赎身 就先等他过了这一关再说 一道声音突然呵斥起来 人群中很快站起一个标形大汉 一身气息 赤裂如火 双目冷冷盯着叶白 不错 我们二人 也买了十亲佛营 这一局非堵不可 又有两个修士站起 长相一模一样 似是双胞兄弟 三个原因出其修士的气息 同时向叶白压来 潮水一般拍打着他的胸膛 令他瞬间站立不稳 砰得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纹丝难动 男话龙冷眼旁观了片刻 才笑道 三位道友且先坐下 小子 你也看到了 不是老夫不给你机会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来晚了 当然 若是上官非这一局赢了 老夫不介意与你详细谈一下赎金的事情 叶白头皮发麻 目光连着闪烁了几下 沉吟了片刻道 前辈 既然如此 不妨我们两个来赌一局 男话龙饶有兴致般笑了笑道 如何赌法 叶白道 上官非若是赢了 人由我带走 上官非若是输了 我愿奉上一件上品法宝 男话龙沈然摇头道 一件上品法宝 还值不上上官非的命 小子 这笔赌约 对我来说 太不公平 叶白淡淡一笑道 晚辈这件上品法宝 与其他上品法宝有些不同 前辈不妨看了之后 再做决定 男话龙愕然 其他修饰也满面疑惑 难道这个小子 还有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叶白从手中戒指中 取出一把宝剑 扔向男话龙 男话龙一把接过 随意看了几眼 双目猛然一睁 眼中金光暴闪 心中暗道 继白衣的上斜剑 这个小子和继白衣是什么关系 男话龙的脸色渐渐严肃起来 仔细看了叶白一眼 自从百年前的那场古猿之战传开以后 继白衣和月龙道人的名声可谓如日中天 天罗宗虽然也算大派 但和太乙门相比还是有所不如 两派靠得也不算远 男话龙对太乙门的忌惮绝不算小 叶白神色平静 不过心中仍有些波澜 他笃定对方会认出上斜剑 至于会不会迈迹白衣一个面子 就很难说了 其他人还未认出上斜剑 男话龙已经迅速收起 沉赢了好一会儿 才沉声道 小子 以你这把剑的来历 倒也值这一赌 但你如果输了 老夫是不会卖原主人的面子 我是一定会收下这把剑的 即使那个人亲自来 也休想要回 赌场之中 愿赌就得服输 此言一出 众修立刻心中恍然 只怕剑本身并不如何 但那的小子就有些来头了 连天罗宗的三长老也要卖几分薄面 叶白点头道 理该如此 南话龙道 好 这场赌局 老夫接下了 不谢前辈 叶白行了衣礼 想了想 又转向上官飞的方向 传音道 上官飞 大家同门一场 我也不愿见你落得如此下场 但我叶白是单力薄 能做的也仅止于此 你若是一心求死 我无话可说 只当这把剑扔进水里了 至于连云道宗 是七脉 还是六脉 全在你一年之间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上官飞闻言 身躯猛然一震 眼神再次复杂起来